我們是分房睡 然後我睡他房間 他睡客房這樣子 然後每天早上他都會起來 他都會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然後他早上叫我起床的時候 他的手都非常冰冷 可是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是 那個國家是冬天 而且那個室內都是有供暖的 所以照理說你會非常暖活 然後我剛要回國之前 我想說他回國了 我就打開電腦 我就借他的電腦打開一下 然後就到我的那個部落格去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他私訊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是誰誰誰的女朋友 前女友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男生有多愛你 他說在你在這裡的這段時間 每天晚上他趁你睡覺的時候 都會開兩三個小時的車程來找我 然後趁你起床之前就這樣 開回去 所以為什麼 我只能說你睡得很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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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開戰吧 小禎 好久沒有講冷笑話了 我來考考你一下 好 這個阿公如果出軌的 被抓到的話 會猜一個顏色 來 我是說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怎樣 這冷笑話那麼簡單 阿公出軌那就是 祖母綠 對 厲害了 太簡單了 那我考考你 祖母綠 我考考你 你剛剛說阿公出軌 有要變祖母綠對不對 那如果祖母最後發現這一切 都是一場誤會 猜一個飲料 可樂 不是 總共是可樂 珍珠奶茶 不是 既然是一場誤會 那就是烏龍綠 沒有 觀眾朋友 到底是詭計多端太難抓 還是你們這些受害人 真的是道行太淺了 真的是 真的 對啊 那道行太淺很容易就被騙了 歡迎收看 今晚才戰吧 首先歡迎詭計受害者 對啊 好 好 好 這很成功 對 我們是受害人 受害 對啊 好生氣 來 我這邊是抓鬼特工隊的 大家好 謝謝 其實真的隨著科技的進步 就連出軌的偷吃的手法 都一直在進步 真的 一直不斷更新 推陳出新 不知道你們現在都是用什麼呢 就是大概 對 我已經吃素吃很久了 對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以前有網友抓到另外一半 就是用這個蝦皮的聊聊功能 跟第三者往來 那最近又有新型的 智慧型偷吃 智慧型喔 對啊 都有智慧型偷吃在那邊 有網友就分享說 發現自己老公的那個LINE裡面 有兩個中國信託的帳號 這很正常啊 兩個耶 兩個 中國信託帳號怎麼回事 可能一個是貸款部的 然後一個可能是其他部門 這樣 你偷吃是分部門 對 中國信託有很多部門不是嗎 對 我跟你講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小三把自己的這個LINE的 大頭貼 名字都改成中國信託 奇怪 為什麼不改成別家銀行 對啊 他們傳簡訊呢 還會要先錄製網址跟廣告的內容 然後下面還要再打回話 沒點進去的話 根本就看不到對話 這好累喔 真的喔 說真的是智慧型辦會 因為有時候訊息會有預覽 預覽前面就是銀行訊息 對 後面才是 一開始再問一下大家 就不斷進步的出軌技巧 真的是讓人家無忌可施嗎 請舉牌 對啊 為什麼你們那些男人 就是一直這樣子 要一直偷吃 男人 女人也會 對啦 就是說這些人 為什麼要一直偷吃 你就不愛就離開好嗎 幹嘛一直站在那邊偷吃啊 這很多 很多有可能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為了小孩 然後為了什麼 就沒辦法離開 沒有就是刺激 就喜歡那種刺激 真的 對啊 等一下問一下律師 像這種智慧型的偷吃 算是特例嗎 沒有 因為現在3C非常的廣泛 其實我觀察 百分之80以上 發現出軌 都是在3C上面 就一個像剛剛小燕姐講的 就是用這個LINE 是你自己把它改成中和我信徒 對 它是銀行的 對 然後我們也遇過了另外一種 也是滿高科技的 它是利用什麼 就是網銀不是可以備註嗎 然後那備註就開始聊天 然後因為網銀你只要按下去 就會直接匯款 所以其實它就跟即時通沒有兩樣 他們兩個的網銀就是說 嗨我好想你 然後那今晚要見面嗎 全部在網銀的備註裡面 你純摺刷進去出來 就會看到一整排對話 對啊 所以這一招真的滿厲害的 新辦一個新的帳戶 純摺刷進去是本情書 對 沒有嗎 有點浪漫 有點浪漫 你真的要記住 你真的要記住 老婆看到的話 這可以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玩這個 對 那他只要不要 把自己的純摺丟掉就好了 因為不會 就永遠不收不出來 我們在刷純摺了其實 對 而且其實你就算去申請新純摺 過往的也不會印出來 對啊 我覺得這個還滿厲害的 我們撇開後面了 這一個很好變成一個求婚的方式 其實如果是情侶的話 滿浪漫的耶 對不對 他把那求婚的字打上去 然後最後就真的把他的錢都交給他 就交給他 你們後面多點正能量 這個世界 對 真的 可是你會反是會十萬 他收到也很開心 對啊 可是 你有錢又有浪漫 還滿不錯的 你看現在這種真的 對啊 可是這種真的防不勝防 我也是有中招過 因為我本身就是抓猴大王 我真的很會抓 就是我真的猴子嗎 對 你說楊維珊那種好 對 楊維珊那種的 那種的我比較不會抓 那另外一半 如果有在拖雞摸狗的 我就很會抓這樣 所以我已經算是很厲害 我是那種 譬如說相機拿起來幫你拍照 說你擺一下 你換個姿勢 你那個領帶調一下 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馬上訊息都看完了 邊拍照邊滑 可是你手在滑的時候 他就看得到你在滑 那你幹嘛 沒有 我就叫他調整 我說你換個姿勢 這不好不好 你看後面好 不然你看我拍背影 所以 然後就 我們快看 但是我跟你說 很像那個矛盾大對決 因為你很會抓 你就訓練出 對方很會逃這樣 所以我的第一任的時候 就是完全就是都 看不到他的訊息裡面 有任何什麼 讓我覺得懷疑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 可是我又覺得 something wrong 就又有個直覺 覺得怪怪的 可是你又說不上來 又沒有證據 直到有一天 就是他就是 很常在玩一個那種 蕭寶石的遊戲 然後他就放著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想說 每天都要玩這個 到底要玩什麼 我就拿起來看這樣 遊戲裡 他居然有訊息的功能 然後就跳出一個訊息來 就說 你今天有想我嗎 然後我就想說 想個屁啊 玩個蕭寶石 你想個屁啊 難怪每天都玩 我才知道 就是他每天都在玩 然後那個功能就是 可以線上聊天 可以聊天 而且因為他遊戲 他主要是為你 因為你有時候玩一玩 會沒有蜜 你就要花錢買 不是跟人家要 那你可以從那個遊戲的排行榜 譬如說台灣排行榜 北區排行榜 全球排行榜 去加人 加人之後 你就會有跟他的對話框 你可以跟他要蜜這樣 然後呢 要蜜 要蜜 要愛心 要愛心 蜜什麼的 可以繼續玩 然後他的對話有一個 最恐怖的功能就是 你只要關掉遊戲 對話就消失了 所以就變成他偷情最好的工具 所以證據就不會留下來 證據真的留不下來 而且我就只有那一句 我前面也沒有 我就只好拿他那句問他 他說我不知道啊 我不認識他 就打死不認那種的這樣 然後我就去對照一些 他LINE那個人的帳號 跟他那個訊息的那個對話框那些 我才對照出來說 就是這個人這樣 然後我才真的抓到 然後才跟他吵架這樣 現在開始玩蕭寶石人 都注意了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Peter就是這樣 你抓到一個他講一個 他絕對不會跟你講後面 當然不可能 他不會多講的 所以真的要自己認真的查證據 而且他會看到你看到哪裡 然後講到哪裡這樣 然後另外還有一招 也是3C類的這樣 就是 而且我覺得我就是真的傻這樣 我還幫他接這個小生的電話 還拿給他聽這樣 因為他就是把那個小生的名字 跟剛剛中國信託一樣 然後他更狠一點 他是改成他媽的名字 我怎麼可能會去接他媽的 我也不會去看他媽的 那個什麼東西這樣 而且我一看到他隨便想 你媽打給你 等一下他打給你 他說好好好 好煩喔 我去旁邊講一下 我反正講一下 他每次都聽到什麼 又怎樣怎樣 他就去旁邊講很久 然後有時候會說 好啦... 我會早點回家啦 什麼想你啦 什麼的這樣 這種這樣 可是你也不理由他 暫停之下也覺得好厲害 他就覺得 我媽好煩 我媽每次都跟好像女朋友一樣 什麼... 那種的這樣 然後會講一些那些東西 然後最後 最後真的有一天就是 我跟他說 那個誰誰誰的電話 他說你自己看這樣 然後我就滑滑滑就想 怎麼兩個什麼 譬如說什麼林月娥這樣 怎麼兩個林月娥這樣 兩個林月娥這樣 我想說不對啊 然後所以我就問他說 怎麼有兩個 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耶 好像有兩支手機這樣 然後我就不信 我想說奇怪 但是我跟他家人都熟 我就問他哥說 你媽媽有這個電話嗎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打去 結果根本就不是 我就自己親自打 這樣聽一聽 覺得你的這個感情路好坎坷 所以很難抓耶 所以被騙那樣 我告訴你 我那個也是改名字 然後他改名字改成 聽起來就很奇怪好不好 我 奇怪嗎 是怎樣 他有在大量慶腳白筍嗎 沒有... 可是你這個也抓不到 這個女生的腿很漂亮 對... 他的腳白筍 然後一開始 我還沒有發現 我是有一次 然後就好像拿他手機 不曉得要用什麼東西 然後我才發現說腳白筍 我說腳白筍是誰啊 他就說 腳白筍就之前 你記不記得我上次就跟那個誰 去金山那邊啊 我們就去採腳白筍 這是一個賣腳白筍的老闆 我想好 腳白筍 然後呢 這我完全沒有覺得怎麼樣 一直到有一天 大概晚上十一點多吧 我想說明天會進一批 不要 不要 對... 合理啊 都會這樣說 我本來也有這種想法 但我還是覺得不對勁 你知道人家有第六感 我想腳白筍 那還好啊 腳白筍老闆 說不定要跟他講到進貨嗎 然後就 喂 不講話 喂 喂... 山上 對啊 不講話 好 掛掉 隔不到五分鐘 又打來 我又接 喂... 你是腳白筍老闆嗎 腳白筍 你是腳白筍老闆嗎 他電話就掛掉了 他洗完澡出來 我就說 腳白筍老闆打給你 你要不要回他電話 他說不用啊... 我說為什麼不用 他說不定要跟你說有貨啊 要栽新的腳白筍 你要買嗎這樣子 你多想吃腳白筍 沒有 真的 我就當那下只是覺得很 就是很正常生活的東西 那我就想說那你要回嗎 他說不用 不用理他... 那時候我只覺得怪 可是又覺得也還好啊 因為他又沒有... 感覺有神情緊張的樣子 好... 有一次呢 我在用他的手機 剛好看到一個腳白筍的訊息 我就點進去看 裡面是空的 這也很聰明 我突然覺得說 這一點都不聰明 這很詭異好不好 超怪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有鬼了 因為你真的把它清空了 你太詭異了 因為如果裡面有怎麼樣的話 你不會把你的對話清掉 對不對 那我就在找他的那個 通訊錄裡面 看有沒有腳白筍 可是怎麼看都沒有啊 他通訊錄裡面 沒有腳白筍 結果又隔了幾天 打了一個電話 腳白筍 然後我又把他接起來 他又不講話 我就直接問他說 腳白筍到底是誰 你真的燃起我那種挑戰欲 是不是 很想知道 因為我一開始我只是覺得說 腳白筍還好 對 我真的覺得我是柯南 我就覺得到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查清楚 什麼找啊 太難找了 好 去金山問 沒一家 金山太大了 就這時候 我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前幾天去金山 然後去吃飯去幹嘛 我就突然覺得 就把這事情逗在一起 我想說你們有一起去 他說沒有啊 我們有約 後來我們沒有去 但他說他有去腳白筍 是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更怪了 後來我就在他手機裡面 我就是想要找有沒有腳白筍的蛛絲馬跡 找找找找找 我找到一個電話了 但是那個電話裡面 又不叫腳白筍了 那個電話裡面寫 湯 湯 白筍煮湯 對 他裡面寫湯 沒吃過耶 然後我就把 因為前面聽到朋友講說 他們去金山採腳白筍 然後泡湯 我就把這個湯跟腳白筍 就對在一起 然後我就試著點開看看 我有看到一組號碼 我就有印象這個號碼了 突然有一天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看到 這號碼好熟喔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突然想說 我在哪裡看過 我在哪裡看過 想... 然後我就想湯 那跟腳白筍 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一次我們去吃飯 因為我發現那個湯 是我們其中一個共同的朋友 我就說 那我們要不要順便送他回家 反正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拿一個東西 可以順路送你這樣子 我就用一個 你知道 車子上車 你會連結 然後接到你的手機 你的話想 訊息一下 對... 然後可以聽音樂對不對 他上車就連結到 我就看到上面寫 腳白筍三個字 然後我就轉頭看一下 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我這樣看一下他 然後他就這樣看一下我 很專心的開車 裝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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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尷尬 很專心的開車 然後你可以感覺得到 背後的人已經是 腳白筍已良 他已經在擔心了 然後我就完全不講話 一直到家之後 我說你說清楚 腳白筍到底是誰 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而且為什麼他一上車 就連結到他的手機 不是連到我的手機 到底他是你女朋友 還是我是你女朋友 然後他就說 沒有 就上次 因為我們有約去 那個... 不是大家一起約嗎 就說要去那個 採腳白筍 然後結果就要去泡湯 我說你不用再騙我了 明明那天後來 他們大家都沒有去 他說有... 有去 我說有去 你跟誰去 他就不敢講話 我說你跟誰去 他說 兩個人泡湯 對 所以就變成有 腳白筍湯這樣子 有一個腳白筍跟一個湯 然後後來我就很火 我就去問那個女生 我說你是我朋友 然後你跟我男朋友 你也明明知道他是我男朋友 那我覺得你這樣 你覺得好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那天 我也不是故意的 結果他們約 我也不曉得到最後 為什麼只剩我跟他兩個人 然後因為又下雨很冷 我們淋雨很冷 然後就隨便要去泡湯 然後我就去泡湯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訂的房間 其實只有一間的 是這個無幾盡的蝦 再也不吃 腳白筍 再也不吃 再也不吃 不吃 真的很誇張對不對 手機 後來有分開嗎 到底是沒有在一起啦 不可能在一起了吧 這個 對啊 很難講的 女生會原諒耶 這是朋友耶 對 其實 其實就統計上來說 男生出軌的女生原諒 比女生出軌的男生 原諒的機會搭非常多 真的 因為女人都會 加上閨蜜耶 女人都會去圍打女人 不會圍打男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很奇怪喔 奇怪的現象 你們都不搞出來 會有這奇怪的現象嗎 不是 表示 女人的那個度量比較大 對 你們可以 都可以啊 但是 到底 到底 而且手機裡面真的是 隱藏非常多的秘密啊 如果看手機 可是講真的查看 手機當證據 這可以嗎 其實因為剛剛講的 大部分都是對方給你看 或是對方沒有鎖 可是如果對方有上鎖 你去解鎖或拍照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容易 觸犯妨礙電腦使用罪 或是妨礙咪嘴 男女朋友也是一樣嗎 夫妻都不行 何況女朋友 對 因為大家的隱私權 都要被保護嘛 只要你手機有鎖 有鎖密碼或圖形鎖 都不可以開 除非對方同意 我們之前就遇過一個 很慘的案件 就是老婆發現老公出軌 老婆真的很強勢 第一天就逼她 把那個手機拿出來了 然後老公乖乖上交證據 然後老婆開始拍拍拍拍 然後當然女人 就去為難女人了 老婆就提告小三 不知道在訴訟過程中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小三 竟然又跟老公聯合起來了 老公出庭 當小三的證人說 那個證據 是違法取得的 她沒有經過老公同意 就拍人家手機 解鎖人家手機 還有病 對 所以證據不能用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老公跑去告老婆說 妨礙電腦使用 就是惡意解鎖手機 老婆就擺口目 別說你自己拿給我看的 可是因為 沒有證據 當下只有兩個人 所以檢察官就把他起訴 後來我們就在 法院審理了 那照片 其實也看不出個端倪 我就跟當事人說 他說不然你把照片原始檔 傳給我好了 那還好有傳 因為他給 法院是列印版本的 看不出來 可是有一張原始的檔案 上面有兩個人影 就是因為他是手機拍攝 手機一反光有兩個人 可是看不出來是誰 老公在場 不一定 老公說不是他 他說一個是老婆確定 就是人影而已 對 人影而已 看不出來是誰啊 然後我們就把老公 傳到庭上作證 他就問了他兩個問題 就說你這個手機 是什麼時候被拿去拍的 老公說大概就半夜吧 那我說你們半夜有誰在家嗎 他說沒有啊 就只有我跟我老婆 上面兩個人 一個是你老婆 一個不是你是鬼嗎 所以後來我們就這樣子證明說 老公就是在老婆旁邊 對 看著他拍 那你還說沒經過你同意 太嚇了吧 那因為這樣是涉犯誣告罪 誣告是七年以下 很重 而且不可以一顆罰金 簡單來說就是判 不管判多久 都可能要去管 還好因為有抓到對方誣告 所以後來老公跟老婆 談了一個滿漂亮的 一個離婚方案 讓老婆可以拿到 比較多的離婚方案 離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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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老公真的是 讚耶 讚養貝會拿多一點 你有抓 你有透過3C抓過嗎 應該大家都有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任是 因為他真的長得滿帥的 然後就跟他交往 但是他真的好花心喔 但是那個時候我是真的 滿多心思在工作上 所以我沒有空去管他 跟誰傳訊息曖昧什麼 只是我真的就是透過3C 抓了他三次劈腿 三次 三次 不是 第一次他的錯 第二次 你怎麼會反除第二次跟第三次 沒有 因為他就是每一次都會下跪 然後就哭著跟我道歉這樣 可是我錯了 我不會再犯了這樣 然後你又心軟了 對 那第一次的情況呢是 我記得好像就是也是看訊息 然後他也是把他的名字 改成類似什麼 銀行貸款行銷專員那一類的 然後頭像也是換成一個阿姨的臉 這樣阿姨 對阿姨的臉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行銷專員 這麼常訊息他 就整天叮叮叮 我想說你最近有什麼資金需求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無聊的時候 就看了一下 就說你在幹嘛 我今天晚上幾點下班 你要不要來接我 然後我就說 這個是誰 為什麼你要去接他 什麼關係 然後後來看看看才發現 原來是他前女友 好 對 所以等於是 他跟我在一起 然後就是還是跟前女友 藍斷絲連 然後這是我抓到他的第一次 第二次呢 是我去拍戲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他跟我說 寶貝你明天中午12點叫我起床 我要去工作什麼的 然後因為我在南部拍戲 我就說好啊 那如果我拍到一半有空 我就打給你 然後我就打電話 結果 然後接起來 居然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喂 你好 請問那個誰誰誰在嗎 我還說你好 請問誰誰誰在嗎 我還說打什麼電話 然後他就說 他不在 他在我旁邊睡覺 然後我就說 那不好意思 可以方便請他來聽電話嗎 然後他就說 可是他昨天很晚才睡耶 你要不要晚一點再打來 我說那你是誰啊 他就說 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說那你是誰 我等一下跟他說 看誰找他 我說 他就說 好啦 那等一下你再打給他 你看 他接這張電話就故意的 他接這張電話就故意的 對 然後我想說 現在是 很挑釁耶 什麼之心 然後後來我就繼續拍戲 然後就盡量讓自己 不要被這個事情影響 但我還是覺得很誇張就是 為什麼 然後回去又再度 好冷靜喔 重複的戲碼又這樣 他就說 寶貝對不起 他就是一個普通朋友 然後我不知道 我那天喝醉了 他照顧我 什麼什麼的 然後想說好吧 好吧 好軟啊 對 反正五成不成禮嘛 最後一次呢 你這個禮數很足耶 對 對 你才可以實現分手的願望 他幫他從小就叫到他 他要有禮包 對啊 好 讓我威威道來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抓到他出軌 那一次是我們全家人 一起去日本旅行 跟父母啊 就是弟弟妹妹 一起的時候 他都很正常 但我們只要私下 兩個人一起相處 他就會開始動出 什麼天啊 就是只要吵架 他就會開始動出 他真的很舞湯耶 類似 對 然後去迪士尼的路上 我們坐電車 然後呢 我也是看到 他的訊息來 一個叮 寶貝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坐在電車 我就坐在旁邊 我就這樣瞄到他訊息 我說 我說又是哪一個寶貝 在想你了嗎 然後他就真的又百口莫辯 所以我們就是從電車 然後一路吵... 吵到迪士尼 然後就是把我抓領口啊什麼 他在迪士尼當初 對 什麼 對 然後後來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垂了他一下太陽穴 他就這樣蹦就倒 然後我就趕快衝刺 衝到那個遊行的那個 你手勁也滿強的 因為很厲害 你那麼小一隻 就把他打倒了 對 我就這樣 他就整個突然硬暈就倒了 對 我就趕快衝到那個 遊行裡面 然後我就躲起來 然後我就看四下無人 然後我就開始玩 迪士尼一整天這樣 我就是自己個人住 他還有這個選擇 這劇情怎麼這麼... 我就不可能他... 急轉直向 你還有這個心情 他就被工作人 搬去睡美園的城堡 沒有... 這是什麼劇情啊 對 因為那時候他的護照 錢什麼... 都到這裡 所以我想說沒關係 你要這樣子 最後還是會回來求你的 對 然後後來是 迪士尼打烊 壁館前不是會放煙火嗎 然後我就自己個人 很開心放煙火的時候 在那邊看 看到一半 後面有一雙手 就這樣給我這樣環抱 然後他就說 寶貝 對 你不覺得我們很有緣分嗎 這就是... 這就是愛 這就是愛情的緣分 你看在日本 我們還可以碰面 對... 妳就原諒他 對不對 沒有 我那時候其實就已經覺得 差不多要分手了 可是因為他有點暴力傾向 但你們又去國外耶 對 所以我不敢惹他 好危險喔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們就先回去 然後反正那一趟整個結束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他劈腿 第三個劈腿的女生蜜我 然後這一次是那個女生 很嗆很嗆 他就罵我 他就說 你到底為什麼還要跟他 死纏爛打 你為什麼已經分手了 還不認清事實呢 我就說 什麼...什麼事情 我們分手 我們還沒有分手啊 沒有分手過 他就說 我說 這部分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還這麼淡定 對 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那沒關係 就祝你們幸福好了 後來他好像也跟 這個女生結婚生小孩 對 就劈腿的對象 對 但是這些出軌技巧 真的是綁不勝綁 由於現在大家一定就是 人手一擊 是3C或是iPad什麼太多 大家想問一下3C達人 有沒有你常見的 這些3C的偷知手法 或是你自己慣用的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沒有 沒聽說我老婆的結婚 所以 所以 這個經常 這個經常 就下交了 好 剛剛所看到的其實很多狀況 都是從 訊息 大家去看到 端倪 對 有哪些的一些蛛絲 其實再去拆 再去拚對 但我覺得這個很淺耶 你怎麼可以讓訊息被發現 沒有 我站著他講 你把他站起來了耶 你再繼續講 我站著他講 我覺得那些訊息你都還會留著 那根本你就是不在意這件事 對啊 就覺得你發現就算了 就算了 所以 像他那個會刪除光 還有一點尊重 對不對 是尊重嗎 尊重 是尊重 所以我現在其實 現在還有很多手法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之外 像目前大家所用的 智慧型手機 大部分不外乎 就是iPhone的iOS系統 跟Android的各品牌手機 那目前Android的各品牌手機 其實都有很好的功能 例如說 它可以做應用程式的分身 分身就代表你的手機裡面 可以裝兩個LINE 兩個Facebook 兩個IG 現在還有更新的一個方式是 我可以把Android手機的系統 做設定之後 切換成兩個不同的系統 在同一支手機裡面 你說就像蘋果電腦裡面 裝Windows的概念 對 類似用指頭這樣 對 因為你在這個系統裡面查 真的什麼都查不到 什麼都查不到 好慌喔 所以我可以用十支手指頭 切換不同的身分 我如果跟今天如果 忙什麼 對 這個當然有些事情 你就跟小三小四小雲 小心兄你今天這樣講出來 大家都會學 買Android 真的 他那一段可以全部剪掉嗎 對 明天 我們想趕他加油 我們是副手指 我跟你講 我們找你上課 明天Apple的手機會大賣 對 另外一半都會給他換 iPhone手機 所以我現在在教大家技能 就我們怎麼去查這些東西 那這個分身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用大拇指解鎖 我可以用這個 任何一支手指頭解鎖 就可以切換到不同的分身的系統裡面去 而在不同分身裡面的話 當然我如果今天跟正公在一起 或你覺得你跟現在的女朋友在一起 你就用這個分身 你就絕對不會收到另外的其他訊息 天啊 這就不會被抓到了嗎 偷指另外一個圍堵就對了 你看他現在大拇指進來 就是這一個系統 就是一般我正常在使用的狀態 但是我如果在關掉 我切別的手指頭 中指 一定要中指嗎 會比較便宜 真的不一樣耶 我就可以切到另外一個身分去 整個配置都不一樣 那我在這個身分裡面 我就可以裝我另外獨自的 其他通訊軟體 老師我有問題 那SIM卡只有一張啊 一張 對 但是你是同一支手機 兩個環境啊 對啊 所以要跟SIM卡無關 無關 那電話打來咧 同樣的 那老師我們怎麼複製對方的指紋 不要問一些辦法的東西好不好 我覺得以後抓緊 可能要跟去警局一樣 跟食指都要不一樣 阿老闆我必須告訴你 是現在的指紋辨識 你必須要做活體才能解鎖 好 天啊 要我問 對 那我去找一些拆刀 不要辦法 那另外當然有些人是不方便 做這些比較大的切換 或是他甚至不會用 或是他的手機 沒有這功能嘛 其實現在的所有的Android手機 你也可以另外安裝APP 把你現在的通訊軟體 換成別的圖案 例如我換成計算機 我換成計士本 我換成 要換成中國性化 要換成中國性化 那當然你說 除了這些系統之外 現在也有些的使用者 會使用這個蘋果 搭配他蘋果的耳機 去做監聽 你知道蘋果耳機 是可以做監聽的 怎樣 怎樣 我可以把這類型的手機 例如說我可能在家裡面 我想知道老公 或者是男女朋友講什麼 我可以把我的手機 放在桌上之後 我就到房間 或者是我去上廁所 我就可以把耳機帶起來 我就可以聽那個房間 我的手機那邊在講什麼 那他可以錄音嗎 如果我知道他會是 他就是聽 但是如果你要錄音 除非你有別的裝置 就是在帶著那個耳機 發出的聲音把它錄起來 可是 或許可以 但是其實這個 這個是違法 這超級違法 我認真的 這只是提供自己行腦用的人 對 如果你利用某個設備 增加你的視覺功能 或聽覺功能的話 是違法的 有一種 比如說你現在 我們的共同臥室 我放監聽器的話 其實都不行 也是不行的 就算我們是共同臥室 所以有設備的話 就不行 有設備大部分都不行 像我如果用指甲 捲成一個捲筒 這樣子的話 對 不用指揮 不用指揮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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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 除非是你要跟他講說 我們的臥室 我有在自己裝監聽器 監聽器 對 你也有告訴他 我知道 譬如說寵物的什麼 對 就是有些人會說 小朋友的那個就可能可以 可是如果你沒有正當理由 為了抓肩而裝 寵物攝像頭 對 對 因為寵物現在只會看狗狗在幹 不小心錄到你通肩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但使用三星檔抓出來 大家都知道 我就說真的是要留意法律問題 對 因為剛剛講的最後一個那個方式 其實都有妨礙秘密的問題 所以大家使用上還是要評估一下 要不要承受這個法律刑法的風險 對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那如果是這個情況 像他剛剛講的 因為我是在車上 然後他是不是在車上 他手機會連結到 然後他只是下車去買個東西 其實距離沒有很遠 所以他還是連在車上的 對 他這時候打電話給繳百損 我聽到了 這樣算不算 因為我們重點是解鎖 跟偷拍的行為 所以如果你只要沒有做這兩件事 你知道是不犯法的 但你在車上這樣知道 沒有用啊 因為你如果要證據 你等於還是要拿自己手機來反拍 這個動作就違法了 這個動作 你前提是要打開 就你要惡意解鎖才不能拍 如果你是只是你在現場 你還錄下來就OK 好啦 那又雲這邊有幫我們 做了很多整理 那再有哪一些行為 讓網友是覺得 背後肯定有鬼的 又雲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根據今晚開戰吧 的官方粉絲團 還有暈船樂界所 來看一下這些行為後面 一定有鬼到底有哪些啦 首先看一下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剛剛都有聊到的 手機頻繁跳出官方LINE帳號 那一天居然有上百則 這加了百分之12.5 那排行榜上位居冠軍第一名的 就是把訊息刪得一乾二淨 這加了百分之10 40.6 而且他說 還是為了要生記憶體 這種話也不知道從哪裡發現出來的 然後就有網友分享到說 之前自己查男友的手機就說 奇怪 我們最近又沒有出遊 為什麼他FB跟IG都會一直推播 其實上個禮拜小禎姐有提到 就是一直推播那種旅館 住宿的各種訊息 原來就是因為他男友 跟外遇的對象去開房間 有搜尋過那個MOTEL 所以他就一直推播這類型的廣告 然後就抓到了他男友出軌 看過什麼他就會找你 你看IG你說什麼就是啊 不行 你現在拿大牛哥的出來 你不要點負我的聯絡 我算堅持不了 會受苦 我跟你講 我很精采 還要放下還有第五名 就是信用卡的金額突然增加 而且帳單的名氣還會突然消失 這再來百分之六點三 那另外排行榜上的第四名 稍微比較隱晦一點就是 他莫名其妙地得知很多吃喝玩樂的地點 但你都沒有跟他去過 這在了百分之九點四 有網友就分享 就說最近老公的那個 錢包裡面的發票 就出現了一些 不是他們平常會去的餐廳的一些發票 然後他就問他老公說 這餐廳我們又沒有去啊 你怎麼會有這個發票 然後他老公還辯解就說 沒有啦 是因為他同事就是拿紙本發票 覺得麻煩 他就想說他自己可以跟同事 要來對講 你看看男人們的這些藉口 你聽得下去嗎 對 這另外一半的反常就是很常 會讓我們 對 真的 尤其是像 比如說像 他平常在家裡 就是不是看電視啊 要不然就是睡覺啊 可是有一陣子他會 特別喜歡上廁所 他就會一直躲在廁所裡面 然後手機不離聲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奇 他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就會 你知道忍不住 就有聽一下他在幹嘛 然後你就會聽到 有那種氣聲在講話 就不是 就是這樣 而且 要不然就是常常會 時不時就開一下水的聲音 然後時不時就是 兩三下就按一下馬桶 就沒多久的按一下馬桶 好像又擔心怕被你發現 對 因為那個聲音 他可以混淆你的聲音 對… 然後還有就比如說 像去餐廳吃飯啊 手機 要嘛就 你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會蓋住 然後要不然就是上廁所 他一定會帶走 他有時候連出去外面抽菸 或幹嘛 他都一定會帶走 這還好吧 這我也手機不離聲啊 而且你知道 以前都會跟我講說 不要去裝那個 房偷盔的那個保護貼 因為那個很傷眼睛 結果他自己去換那個 房偷盔的保護貼 然後你在旁邊都看不到 那你要靠過來 因為很奇怪 房偷盔的保護貼 所以從旁邊真的看不到 真的嗎 真的嗎 等一下很奇怪 但他有個角度真的看得到 就比如說你站在後面 是看得到的 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都是一個角度 對 視角啊 正面視角就對了 但是你在旁邊 是看不到的 就好像不太好用 我就有一次就發現說 其實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對 然後我就現在後來發現說 從後面看得到 我就會常常時不時 就從後面這樣繞過去看一下 那因為繞過去那個 房偷盔的那個 那個特別容易反光 他就看到一個影子 他就這樣 幹嘛 他就 你叫快講打哈欠 對 不是 因為他原本不會這麼注意 這些細節的人 但是他這時候 就特別容易注意這個細節 因為我另外一半是上班族 就是生活其實都很如廳很固定 可是有一陣子就開始 什麼突然公司的什麼凝聚活動 然後晚上突然什麼 跨海的會議增加等等 跨海 這一種就是他一定要晚上做 他一定要加班留在公司 或是出去 有時差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怪怪的就開始懷疑這樣 然後後來他回來之後 因為我對味道很敏銳 我發現他怎麼回來 就是有什麼公司的凝聚活動 往回來味道不太一樣 他就說 因為我就是忙往 就順便去健身忙 是健身房的那個乳液的 那個乳液的味道 然後我就想說 感覺不像 因為我也是同一個健身房的 你的味道跟他味道不一樣 就不一樣 然後後來就是 真的也都 可是就是沒有查到 有什麼證據這樣 直到有一天 我就在搜垃圾的時候 因為我垃圾那個保特瓶 我是環保 我都會習慣把它扭一扭這樣 本來也沒注意 它就是一般的礦泉水這樣 一扭轉過來才發現 前面是什麼 譬如說什麼多喝水 然後轉過來發現 什麼什麼模特兒 然後我還發現 它凝聚的 不是那個 不是跟同事 是跟另外 某一個小三兩個 凝聚的很好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抓到 很可怕 我覺得要偷吃 根本就防不了 真的 再問一下3C達人 就是像這種生活上面的 小細節 或是生活軌跡 也有辦法可以發現嗎 當然 你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人手一機 其實已經非常方便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 當然也會發生在這個手機上面 可是 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 運用這些手機 來幫我們 關心一下另外一半 例如呢 關心 對 關心 例如ETC 現在不是已經都非常方便 幾乎每台車都有 對不對 它有自動扣款 我們身為另外一半 一定要很貼心的 幫對方 要幫它儲值 對 申請儲值 申請這個自動的這個扣款 等等的 所以當它的車過了哪些路段 經過什麼地方 或到什麼停車場之後 我的手機就可以收到明細 對 你現在有很多的停車的APP 是在各個不同的百貨公司 飯店裡面 其實都有合作的這些 停車的收費業者 你也可以去安裝這些APP之後 幫忙你另外一半 做自動扣款 它到什麼地方去之後 你的手機也會跳出來 它停了多久 收了這一筆總共多少錢 那當然還有些人會利用Google 所謂的現在所謂的叫做 那之前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時間軸是什麼 就可以回顧一下 前上個禮拜的哪一天 我到了什麼地方 其實Google都有把我們做的紀錄 所以這些其實另外一半 也都可以去做好的討論 因為我曾經聽過一個案例 是他看到他老公的時間軸上面 在某一個酒店裡面 停了幾個小時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對啊 怎麼會是幾個小時 需要嗎 幾個小時 那是幾個小時 基本QK三個小時 對啊 因為用不到那麼久 這我要喘一下 我們要休息一下 吃個水槳 吃個寶座 時間軸 時間軸 他就發現 搞不好從訪問開始 訪問什麼 太完整了吧 他就發現了這些狀況之後 當然就跟另外一半 好的探究一下這個問題 對不對老公才說 其實我是在旁邊的辦公大樓裡面 開會 只是剛好Motel在旁邊 那這件事情就會告訴大家說 其實Google的時間軸的GPS定位 會有所謂的誤差 那一般民用衛星大概會有誤差 大概都會有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左右 所以有時候在隔壁 可能真的也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這個也可以給男生一個 好好的辯解 不是 給老婆一個好好的參考的一個時間點 好啦 房上來用哪一些 沒被揭曉的名字 優雲 好 其實剛剛大牛哥有講到 凡事有反強是必有原因 我們排他房上的第二名呢 就是 超自動自發的報備行程 讓你連查勤的機會都沒有 這在百分之三十一點三 有網友分享就說 因為他男友交往五年來 平常都是一個很木納 然後比較安靜的人 結果最近突然間變得很活潑 還會主動關心說 寶貝今天過得如何啊 開心嗎 一查之下果不其然 原來他那陣子跟女同事走得特別近 特別曖昧 心虛了 好啦 突然間的個性大便 或是習性改變是不是也是 出軌的蛛絲馬跡之一呢 突然間那個什麼啊 習慣變了對不對 內褲會開始在意自己以前 那邊洗毛球都沒在 對 那個小細節 好去健身嗎 噴香水吧 吃口香糖 然後會洗頭頭髮 然後我是碰過一個 也是變得很不耐煩 他就是一些很無聊的小事 以前他都完全不在意 訊息通知來可能就LINE這樣 因為我就工作訊息很多 通告幹嘛這樣 然後他以前都不會嫌棄之後 後來有一天就突然覺得 那訊息很吵耶 我就覺得很煩這樣 真的很吵啊 沒有 可是我就改 我就改成是那種等燈這樣 有啊 我就說 對 他還是繼續寫 就說等燈很吵 我就改成 嘶 沒有啦 我就知道我一定 嘶這樣 我想說嘶已經夠小聲了吧 他也是訊息短耶 都嘶嘶嘶嘶嘶嘶 對 他就嘶嘶嘶 他就也不行 後來就改成震動 就也不行 他就感覺靜音的 好困難 還是不行 他說有光 我就把光調到最暗 他也說 好啊 他說可以了這樣 然後就差不多要分手了 因為就什麼都可以吵 對啊 其實那個事情就是蛛之馬跡 你發現他性格就變了 其實就變成 從那件事情 一個訊息聲開始嫌棄 變成什麼 你早停車必早久一點 他也生氣啦 然後什麼什麼的 有小事情 對 對 他都很不耐煩這樣 真的嗎 一起久了不是就都這樣了嗎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討論 就溝通看之後 是真的生活出問題 還是真的 他其實有另外的小三 在跟你做比較 那小三都開什麼聲音 好想知道 對啊 可愛的 那最後問一下檢律師 就是說假設 遇到另外一半出軌 要收證的話 就是說我們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 我先講違不違法的部分 因為剛剛講過嘛 對 法律上大部分的法官都會覺得說 你就算老公老婆出軌 也不能構成你去搜證的正當理由 你不能因為老公出軌 就去查他手機 或不能因為他出軌 就裝監視器 這都是不行的 這樣不會太消極嗎 沒辦法 因為目前還是很保障隱私權的 但是 我有原因在裝的啊 所以比如說 像監視器 我真的不是為了專案才裝的 剛剛講 我們家有寵物 寵物監視器 我們家有外景看護 我要看著老人 有小孩要應同監視器 不小心拍到出軌 所以沒有老人 也沒有寵物的 趕快去買一隻寵物 可以買草地機器 因為我公平說你家裡 你像浪鬼啊 對 我公平說 那往外線的那種 往外線的 夜拍模式 或者是說 因為大部分法官都認為 如果你是單一情況看到 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長期蒐證 那就侵害隱私權太大了 就會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都會跟當事人建議說 你要不要乾脆就說 你就是這麼剛好 那一天 你也沒在看他手機的 就是那天剛好跳出來 你就只看那一次就抓到 那可以降低說被覺得是一個 無故違法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就是 因為法律上規定 就是出軌要賠償 那賠償金額多寡 先從有上床 進旅館 親密行為 簡訊這樣子 那大家一定都想要抓最前面的 因為錢最多 那可是因為以前是通姦罪 就是有刑案 警察會幫你衝 除罪化了嗎 對 所以以前可以有沒有 衝進去可以拿到衛生紙 拿到保險套之類的 都可以證明他們有做過 但現在都不行 頂多都拍到他們進旅館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說 你除了拍下進旅館的照片之外 你只好可以拿到說 比如說 你老公跟小三 出來會爽臉給他拍下來 出來應該是不是很累的 不會爽臉 我真的要去學洗玻璃 就是後面睡覺 趴玻璃 你來這裡喔 老公 我會建議說 除了那個 拍到進旅館照片之外 你可以拿到 如果他們有講到前一天的 豐功偉業的對話內容 就可以佐治他前一天 在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樣還比較容易罪負法官 不過現在大部分的法官 都只判進旅館 不判有發生關係 這沒辦法 那進旅館那種可以賠多少錢 一般行情 如果是 比如說年收大概一百萬以下 就有一般普通人的話 大概進旅館賠四十萬左右而已 重點也不是為了要那個錢 對 重點是你要 為了要離婚 可是會可以怎麼樣的 其實進旅館就可以離婚 可是大家 就是這些大老婆有一個氣勢 是說 我一定要打怨認證 我的老公就是做這麼過分的事 跟小三做這麼過分的事 他是一口氣 對啊 人家說娶婆沒用 一天娶小女沒用一四人 真的很累的事情 大家不要啦 不要把這種頭腦 把這種時間浪費在這種地方 好好地去過你的快樂的人生 真的 對啦 真的 T劇勸啦 這樣子喔 不斷在外面這樣喔 無為不為 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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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收看我們的粉絲團的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今晚開戰吧 小生啊 不發現喔 在女人面前一定要誠實為上 一點謊言應該就會被拆穿 沒錯 這女生就是有一個很神奇的第六感 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覺得哪裡怪怪的 很奇怪喔 對啊 我那天走在路上也看到一個女生 她突然就是好像驚呼 我的錢包掉了這樣子 然後翻過頭看到一個小弟弟 小弟弟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錢包 那弟弟就 姐姐 我沒有看到耶 你有沒有發現好像這種回答有點怪怪的 對 她吱吱吱吱的喔 對 有時候說隱瞞喔 那個姐姐女生就問她說 小孩子千萬不能說謊 小以大意地跟她講 你一定要誠實 我知道啊 阿姨 我真的沒有看到錢包耶 這孩子怎麼把這個說實話的重點放錯了呢 各位觀眾朋友 是抓鬼一族呢 太過直覺敏銳 還是說漏洞一族呢 手法太拙劣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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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今晚開帳單 歡迎第六感 FBI 海準的抓鬼大師代表 FBI 我這邊就是那種 沒做壞事也會被懷疑的那種 漏洞一族 漏尿一族 這是一副做壞事的臉啊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我們這種射手做的 天生看起來好像是壞壞的 但其實一點都不壞 骨子裡男射手真壞 真的嗎 那你遇到了嗎 還有我們真心社的達人阿婆 你好 其實你們有沒有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其實哪個星座的人 比較容易被抓 我們之前有做過統計 雙輪座最容易外遇 是不是 雙輪座最容易外遇 好有不經歷 那你抓過最有名的藝人是誰 有嗎 你們要問重點嘛 對不對 對 演藝圈的嗎 有沒有抓過演藝圈 有 真的有 資深的還是 我沒有抓過資深 他們可能都是比較年輕的 年輕的 你說那個很像森辣的那種 還沒 還沒 還沒被抓到 對 那一些企業家有名的企業家 企業家一定有 蠻多的 蠻多的 對 企業家 我們有抓過就是 某個縣市的副縣長 副縣長 這個也可以抓 可以 之前就有個女網友分享 女兒要去校外教學 所以因此她就拿老公的手機 給女兒帶著 就好像是方便 跟他們聯絡 跟家裡聯絡 後來就連續撥了好幾通電話 女兒都不接 後來女兒回到家之後 神神秘秘的 就是神秘兮兮跟她講說 媽媽 爸爸的手機一直有一個 好可怕 對啊 結果網友一聽 女網友一聽就想說 抓到了 實在 性感小眼毛 對啊 還被女兒當場摘到這樣 這生氣的就叫女兒 來 女兒回撥性感小眼貓 撥回去這樣 女兒一撥 其實是老公給人家寫性感小眼貓 好遠 對 真的 一切都是自己想太遠 所以她在家裡應該都是很好 性感小眼貓 對啊 性感小眼貓 所以一開始就要問一下大家 常常被別人懷疑只能怪自己的行為 舉止太偉意嗎 請舉牌 真的 因為沒事不會去懷疑你們 一定是你們鬼鬼祟祟偷摸摸 形式有點怪怪的 對 對 我相信 所以有些人的觀察力 本來天生就比別人敏銳 真的 這麼厲害 真的 女生的第六感 你不要想躲過 抓鬼大師都靠哪一些招數 來識破別人的詭計 我們來請又雲跟我們說一下 好的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合作萬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根據今晚看法官方粉絲團 還有網路社團生活菜季Freshman at Light3.0的合作民調 我們就來看看說 一眼看穿真邊人的招式 首先我們要先來講 畫術類型的招式 好 第三名就是 若無其事的瞎聊 就可以套出一堆畫 這在百分之二十點八 那第四名則是 一秒大哭一秒大笑 讓人卸下心房 好的 再來百分之十四點六 有網友就分享自己每一次想要 套男友話的時候 就會好好的討男友歡心 等到他被逗得樂呵呵的時候 再偷偷問他說 昨天是不是跟你的好兄弟 出去喝酒了呀 這個時候男友就會卸下心房 大肆唱表 這時候就可以好好的來算帳了 那一開始要問一下抓鬼大師們 都是怎麼透過畫術來套出別人的話 用觀心讓對方卸下心房 我的同學在南部 那他小孩要到台北來實習 他就跟我講說 那小孩可不可以借助我們家 因為是女生 我說好 那沒關係 因為跟我的小孩差不多年紀 我說好 那我就比較好奇 這個大學生有沒有交男朋友了 那如果他有交男朋友 他晚一點回來 我就不用擔心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太晚回來 我就會緊張 因為媽媽把他寄放在我們家 你想如果有男朋友 可能男朋友會送他回來 對 我同學就跟我說 沒有 他沒有男朋友 我女兒很老實 有一天我就揪他一起去逛中央東路 然後我就想要說 我女兒說叫我幫他買內衣褲 我說好 那在我個人的思維裡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未婚 沒有性伴侶的女生 而且又是學生 通常你去買內褲 一定就是 粘質的 素素的 白色的 那如果你已經是有對象的人 可能你就會想要開高叉 對 或是紅色的 或是丁字褲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這個 這妹妹 她從頭到尾拿的都是有顏色的 黑色的 開高叉 我就在想說 我剛問她有沒有男朋友 她沒有回答嗎 那我就說 那你挑好了嗎 阿姨一起結帳 我說我付就好了 因為我要買給我女兒 然後我就牽著她的手 我就說 你跟妳男朋友很好了嗎 她馬上把手抽走 你是不是有摳她手心 沒有 因為我覺得她買這個內褲 一定不是單純的小女生 應該是有 有伴侶的 有另一半 性伴侶 然後我就牽著她的時候 我說你跟妳男朋友很好了嗎 我不會跟你媽媽講 但是你自己要懂得保護自己 她就一直 一直從頭到尾就是搖頭 搖頭 如果是印度人的話代表自己 是 那我就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如果你們在很親密過後 你會不舒服 如果一次而已那就算了 如果連續幾次你都會不舒服 第一次當然就會不舒服 那她如果回你說阿姨不會每次都 沒有 我所謂的不舒服是事後 我是說事後 如果你會一直癢癢的 那就不對了 癢癢的 要不要去看醫生的意思 對 那就表示對方不是很單純 還是又想要了 所以癢癢 不是 然後這個妹妹就不講 她就不講就不講 然後我就說 那沒關係 你自己觀察 你不用跟阿姨講 我也不會跟你媽媽說 但你要懂得保護自己 她來台北實習的一個月住我們家 後來回去之後沒多久 她傳訊息跟我說 阿姨我跟她分手了 因為真的 癢癢的 我問她說為什麼 你不是一直很喜歡她嗎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個男生 因為我第二天真的不舒服 她始終沒有讓她送她到我們家 因為我第二天真的不舒服 她說她每一次都不舒服 真的喔 她已經去看了兩次醫生 然後男生就跟她說 你自己的體質問題 這就已經不負責任了 對 這個妹妹很難過的寫訊息告訴我說 阿姨我在她的手機裡 不是我的名字 我的代號叫炮友 你看 是不是很慘 其實我們去牽晚輩的手 是很正常的 只是問到一個比較密切的問題 她就會抽手 那一定有問題 我以前碰到一個企業家大老闆 我上台表演 表演完然後她就上來 然後就跟我握手 然後就跟我摳手心 有些人沒有送壞壁 很大的企業 也是百大企業 我嚇一跳 然後後來結束以後 她就一直約我 你就去她房間了 她一直約我去Las Vegas玩 坐私人飛機去 這樣子 應該 你差點變范菊妹了 范菊哥 范菊哥 討厭 第二個 在男人面前裝不懂 我曾經有碰過一個 名人 企業主 但他也裝得說 他是很單純的人 然後我就說 像你們的工作 如果有時候到外地去 出差一個禮拜 那你們一定也會有 那個晚上 男生就會比較輕鬆 可能約出去吃飯 喝酒 那一定就會去那種 比較放鬆的地方 深色場所 他說對 像那個誰誰誰 他們都每次都會叫妹 什麼什麼的 我說那你呢 他說不 我從來不碰這種東西的 我覺得這是麻煩 這個一定會出事了 我說那你好懂得保護自己 他說對我 我一定會對我的女人負責 我絕對不會在外面亂七八糟 他就跟我說 那一天晚上要不要跟他去關渡 我說去關渡幹嘛 他說你知道嗎 關渡那裡那個皮蛋 鹹鴨蛋非常好吃 我說為什麼要跑到那裡去買 他說你還可以去看看夜景 那裡很漂亮 看夕陽 我就說看完這個夜景之後 買完皮蛋鹹鴨 鹹鴨蛋 我們還可以去哪裡哪裡吃飯 我說那然後他說 其實也不一定要出去逛 那附近有很多地方 可以坐下來休息 那他就告訴你 因為旁邊有模特兒可以休息 對 他就開始告訴你 我房間裡面還有兩顆鹹鴨蛋 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嗎 對 他就開始介紹附近有什麼 然後有哪一家汽車旅館 然後有什麼 這也太明顯了吧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人根本不是 像外表看得這麼單純 而且他會告訴你 哪一家有什麼椅子 哪一家有什麼工具之類的 我就覺得這男人 他怎麼會覺得 女生喜歡聽這一些 所以我就說 那你剛剛的青唇 完全是裝的 裝 太快了 第一次約 然後就跟人家說哪裡 再跟他聊了兩句 他就把各家折價券都拿出來 對 那一種男生 有沒有 裝得很清純可愛這樣 然後穿著吊帶褲這樣 然後戴一個圓頂帽 對 但是會瀏海還圓圓的嗎 這樣 就是我了 對 首本首路就這一種 馬力兄弟 是 像我就是那種心機很不重的 我也就是 很不會去騙人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射手就比較 比較 straightforward 懶得騙人 對 然後有時候我就在客廳 一定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呢 我老婆她就在那個 手機充電區那邊看手機 那她是背對我的 然後看她電視 然後我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結果她就看了滿久 然後她就突然轉過來 突然問我一句 她就說 那個有一個叫ZZX的 傳那個帶愛心寶寶Kids的那種圖給你 那個是誰 我說那個 那個應該就是那個 我之前在大陸主持一個晚會時候 然後她就是有來參加表演的一個歌手 然後她是一個那個 JY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要加她微信 就工作 大家掃一下掃一下就這樣 你跟其他那麼多人工作 你都沒有留 你為什麼特別要留她 沒有啊 其他的也都有留 不然你要不要看 你看還有這個 還有她 其他這些都男生 你是不是 好挑釁喔 真的很挑釁 然後她就說 那你這ZX到底是誰 他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的 那你就看照片 他就看一看看照片 這個男的 她就說 其實我剛剛已經知道 他就是GAY 他剛剛已經上網去查那個意思了 可能在大陸那邊 這個ZX就是好像是那個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你明明你就已經查到了 是 是什麼意思 他就想套你的話 然後你還套我話說 那就代表你以前 有多麼讓她沒有信任感 沒有 她處女座她心機很重 有另外一次在節目的時候 認識一個日本的朋友 就是你以前主持的那一類節目 不是很多老外嗎 對 在外面一些那種場合 哪一個女生 也有遇到 I forgot her name 你先聽我講嘛 我就高了那個女生 你先聽我講嘛 大蕾 好像是 然後沒有 有鬼 不是 重點 好熱喔 不是 你們幹嘛開暖氣啊 我幫你 因為 然後因為我們說 兄弟聚會吃飯 那有時候因為就是說 陽聖陰衰 那大家就會各自去約一些女性朋友 就是說大家來信 我對她本身並沒有什麼感覺 那我只是就覺得說 她可以介紹給我的兄弟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她就開始傳一些簡訊給我 然後就有點想要私約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我不可以cross那個line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有一次我在開車 那因為我習慣性我手機會連那個車上 藍牙聽音樂嘛 對不對 然後就開車開開 然後就那個螢幕就突然電話就響了 然後就剛好 因為通常那個電話號碼會比較大有沒有 然後那個人的名字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一看到那個名字 就心涼了一半 瞬間我就馬上聽到音樂嘛 就開車開開 然後就把那個就打 滑掉了你知道嗎 想說大概應該沒有注意到 然後結果那個我老婆跟我小孩 坐在後面嘛 然後她就說 你剛好不接電話 對啊 我說那個是好像那個要Re通告的 Re通告那不重要 當然再回給她就好了 所以真的不是我們第六感恩尊 是她真的手法很粗糙啊 手法 還敢臉藍牙 就換一個說謊都把它寫在臉上 要記得穿藍牙 不是 因為 因為比如說我之前在跟她 有稍微聯絡的時候 就是只是傳傳簡訊 我不會去打電話的 你知道嗎 那人家要打來 那我控制不了啊 如果我們真的沒怎樣 她打來你們會聊什麼內容 那你在怕什麼 對啊 不是啊 你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有鬼你就接啊 對啊 你想想看 老婆跟小孩坐在後面 我在那邊開車 突然一個女生打來 那我接起來那不是很奇怪嗎 的確是不方便 不會啊 如果通通打來沒鬼 我就接起來啦 就有什麼在那邊 那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她會突然打來 所以我也不曉得要怎麼那個 所以我就覺得先 太突然了 因為你還沒有套好招 心裡是不是有一絲興奮 真的有鬼 有鬼 沒有興奮 心裡出來就是涼了 你知道嗎 不要亂講 然後後來呢 因為我們還在車上 然後我就感覺到那個 後面那個殺氣騰騰了 我看那個照後鏡 我老婆那個眼神 那個 快貫穿玻璃了 對 已經要貫穿的那個 照後鏡的那個玻璃 這樣彈射到我的臉上 你一定覺得那個照後鏡 你開始裂了 她已經都是 給我看照片 看就看嘛 沒有什麼啊 她就給你看 她看照片 她沒特別講 那你現在把它給刪了 好啊 刪就刪了 後來就是說沒有 完全沒有聯絡了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那種 我沒有 我遺憾可能也是為了 我兄弟可能會遺憾一點 那如果他們反正有聯繫了 你真的 好熱喔 還滿冷氣好不好 你這什麼 什麼故事 那個心裡有鬼 真的 好熱喔 那個手腳 太突兆 太突兆 我年少不懂事 那時候還不懂 愛情的模樣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帽子拿掉嗎 很煩耶 那一陣子就是跟一個女朋友 就是很好 我們會晚上 就想要去一些不同的局 走一走 後來就發現 有一天就覺得 奇怪 怎麼連續好幾次 都施展不開手腳 當天就覺得這樣 氣氛不太對 我們互相都同時覺得 彼此不應該出現在 你要施展什麼手腳 你要打她是不是 就是 比方說聊天 或者是什麼東西 加另外一個妹的Line 或者是想跟她要Line 就不好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是以前是不相信婚姻的 後來我們就覺得 有一個同意 彼此就說 那假如之後你晚上要出去 跟人家夜唱或什麼東西 我就不跟 夜唱 然後我自己要去哪邊 你也不要跟 這樣我們就互相這樣 維持一個恐怖平衡 但後來發現 她的局 邀得比我多 然後我心裡面就開始覺得 不甘心 有一點失衡 我竟然玩輸她 玩輸她之後 我就那個一把火就壓起來 我就覺得說好 我就還是要那個 男朋友的身分 還是偶爾要質問一下 就那天那個Judy有沒有去 Judy Judy有 Judy有去 所以你跟Judy誰先來 那個Judy 我記得我先到 後來是Judy 所以Mary有來嗎 他說Mary有來 Mary 那John有沒有來 John有來 那John跟Judy誰先來 她突然發現 這是類似一個 雞兔同容的問題 她就坐在那邊 開始這樣算算算 她就排出一個順序給我 然後排完之後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們當天一個人多少錢 當天就是總共金額多少錢 然後一個人多少錢 然後我就這樣除一下 我就發現那人數不對 然後我就一肚子火 我說一朝過程去了 那人數不對 有可能是鬼月啊 後來現在找到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我現在的太太若琪 她好像就準備結婚這段時間 她就是有人說她穿禮服很好看 結果後來她就變成 每一次各大節目 她都開始要穿禮服 或者是小洋裝 但是那些衣服我以前都沒看過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 她那吊牌沒拆 我就說這一件 三千八 那你這個衣服是廠商贊助 還是你買 後來她就發現我臉色不對 然後她也就是說 沒有啦 那個東西就是廠商贊助 那個優惠價 後來我就欣賞越來越不對 若琪的知名度 也沒有像我這麼大 所以我的廠商 這句多了 過分了 後來我就想說 然後有一天我要戳穿它 我一開始我就包裝一個美麗的糖果 我就說 若琪 你這個衣服真的 很有Sense 然後她突然就 就開始開心 然後尾巴就笑起來 我說真的耶 你那個廠商真的是 越來越懂你的風格 他們每一次幫你配的衣服 都好好看 我把那個讚美 一開始要給她 殊不知繞到廠商那邊 若琪就說 沒有啦 這是我買的好不好 他怎麼容易被你套出來 直接抓包 你以為要誇她 或者是什麼東西 其實背後我們帶一個小小的鉤子 通常都很容易套出真相 對 怨者上鉤 沒有這種真的是超可怕的 沒有 一定都在懷疑另外一半的感覺 真的 好可怕 像我其實 之前有一陣子很愛說謊 但是是看人 因為我有一任男朋友 是超級控制狂 因為如果你跟他說實話的話 他可能會抓狂的那一種 而且他的兩個就是很奇怪 他是不准我跟任何一個男生出去 就算是可能身邊有兩三個女生 然後只要有一個男生就不可以 然後每次就是出去吃飯 還是下午茶的時候 他都會要求要視訊 有時候跟男生 有幾個男生朋友 我就會故意跟他們說要躲起來 躲在桌子底下之類的 對 就是要這樣子落一下 你看寶貝沒有這樣子 就有一次我跟就是 也是要跟女生朋友們出去 但是同場又有男生 因為一定大家出去慶生 就一定會有男生 那我就是不敢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沒有 這一場就是女生 女生們的聚會就這樣子 而且我是用訊息先跟他說 因為我很怕當面對面說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 我的臉就會開始很像 抽搐 對 就開始抽搐 或臉開始紅 他當下是有稍微問了一下說 跟誰確定只有女生嗎這樣子 我就說對 他也沒有再繼續問我 結果他是那種 就是隔一個月後 兩個人也是在吃飯很輕鬆 很放鬆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你上次那個局真的是跟男生 跟女生嗎 只有女生嗎這樣子 他還記得 對 我就會突然嚇到 我就說 就真的只有男生 我還跟 真的只有女生 我還跟他生氣說 只有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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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同一組 對 我們真的還不知道 然後我想說 他知道我手機的密碼嗎這樣子 然後我就還是跟他說 沒有 真的沒有 你看錯了 但是我心裡就會有點 到底有還是沒有 然後之後他就說 你就承認吧 那天那個誰 林某某有趣 我真的嚇死 因為他那一天真的有趣 林某某是某一語跟男生 沒有 就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就林某某有趣 我就嚇到 然後他知道我說謊 因為我就開始臉開始紅 然後就開始臉開始抽虛 他就知道我在說謊 他就一直狂問我 然後我就後來 就直接跟他說 好啦 他去大概十分鐘而已 就走了這樣子 對 就有跟他承認 後來我就想說 不行 我回去要檢查一下 我的手機 到底有沒有聊到這些 我就一一在那邊確認 在群組那邊確認 完全沒有 這個男生一定有趣 他就故意講這個男生 那妳都有對林某某 有沒有心想 沒有 真的那個就朋友 笑這麼開心 不行 不行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不能這樣子套話 阿婆看一下她表情 你把她說話 說 精神出軌 抓 臉紅了 沒有 真的不行 這樣子套話 她說要去菜市場買菜 人家以為她是那個 關之嶺 對 阿婆妳打了兩巴掌那 這個我就不會抽虛 這個我覺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就OK 很有知識 妳很愛說謊 但又不會說謊 對 我就很愛說謊 但就不會說謊 我就是很容易前後不一的那一種 然後自己會忘記 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所以要抓我很簡單 我們應該要交給阿婆來套 因為其實曾經社 對曾經社 答案來說 套話是基本配備吧 是 沒有錯 我們有時候要對我們的對照 去測試以外 有時候我們要防範客戶騙我們 客戶有一次 那我想到有一個蠻扯的案例 是我們一個同行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業務 他接到一個男性的委託 那這男性委託他 希望他來幫忙找 他已經失聯一個多月的前女友 為何 對 他想告訴他說 很謝謝他這幾年的照顧 我想跟他說對不起 這幾年他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 然後就想再跟他再見一面 聽起來這個理由也合理 我們這同行就開始調查 調查之後發現第一個奇怪的是 後來因為他們本來生活的地方 在雙北 但是竟然是在花蓮找到這個女孩子 對 就蠻意外的 後來就開始調查 那隔天就是這個女孩子 剛好好像要買火車票回北部 那一路就跟跟跟跟跟跟 從花蓮一路坐火車到板橋 再轉到桃園 後來到桃園火車站 那這個同行的業務 就跟我們這客戶說 那你女朋友現在去化妝室 那接下來你出來 那個客戶也到現場了 你出來你就可以跟他見面 巧玉 對 然後巧玉 把你想講的話告訴他 這客戶也感到 好 謝謝你 你們很有效率 但後來當天晚上 滿嘴感謝 對 真的 賺錢要記得付掉 然後當天晚上 這名業務就接到 當地派出所打來的電話 就說有一名女性 在化妝室被襲擊 對 然後那名就是襲擊的男性 有講出來是找真信社跟蹤 那這個業務就必須得去做筆錄 對啊 原來這個男的 他從來都不是什麼前男友 他只是一個 變態 恐怖的變態的追求者 所以這個女孩子為了躲她 一路從雙北躲到花蓮去 結果你們還幫她找到她 不是 我們同行 同行的案件 對 我們公司對於 類似像婚姻跟感情有關的案件 我們會特別小心 再舉例來說 有一次有一個客戶打給我們 他說他老婆離家出走了 好 那其實像我們在接待客戶的時候 像剛剛聲達講 會反覆地問問題 那我很習慣就是跟客戶快問快答 像以婚姻來講 你跟老婆結婚多久 你小孩幾歲 有幾個小孩 小孩平常誰在照顧 你跟老婆分別什麼職業 我會快速問一些 她可能容易回答的問題 那像這個案件裡面 我就快速跟她聊 因為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快速去撤寫 我們當事人跟對照的人格的模型 那後來撤寫之後 我就問她一個問題說 你告訴我說 你老婆很愛小孩 平常你都是老婆在照顧 那怎麼老婆 會把小孩丟在家裡 然後自己跑掉 不合理啊 你是不是有動手打你老婆 他盾了一下 那這個盾一下 腦袋的那個鈴鐺 我剛剛就叮叮叮叮想 後來我們就繼續問 那她告訴我 她沒有打她老婆 那繼續問一問問之後 我再問一次說 你確定沒有打老婆嗎 因為我覺得不合理啊 因為你說你老婆 那麼愛小孩 平常小孩都她照顧 那一個做母親的 怎麼會捨得 對捨得 那她開始就沉默了 她說你為什麼要問這一個 那當她反問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知道那一定有嘛 就一定有這回事 那我就跟她講說 兄弟 我覺得你好好的去 如果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你好好的去娘家 該跟岳父岳母道歉的 我就道歉 去求 去道歉 把她求回來 不要透過真心色 用這種方式 她會更害怕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 良心上 你就這個錢就不賺 這件件我不接 對 我告訴她我不接 教這些技巧 希望大家是備而不用 抓鬼大師還有哪一些妙招 我們先來問一下右語 沒錯 其實抓鬼大師除了很會話術之外 其實找關鍵證據 也是他們的拿手絕獲 第二名就是從現實動態 就可以推敲出時間跟地點 這在25% 有網友都分享 有朋友的女朋友 特地用IG辦了一個小的帳號 然後用小帳 追蹤自己男朋友的所有的朋友 然後從朋友的線動中 發現他們在聚會的時候 居然就是說 他的壞話 他直接跑到現場 去大罵那些朋友一番 搞得現場 真的是氣氛非常尷尬 好 第五名則是 收集發票還有收據 就能看出端倪 這占了10.4% 有網友就分享 自己人生的慘痛經驗 有一次就從自己男友的 衣服口袋裡面 掏出了一個發票 因為現在發票不是都是 要用QR Code掃嗎 然後他就從裡面掃碼出 發現男朋友居然買了 事後避孕藥 追查之下才發現 他男朋友偷偷劈腿偷吃 嬰兒分手 偷吃嬰兒分手 偷吃 然後呢 一個嬰兒分手 一個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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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常沒有在用電腦 有一次他就這樣子 快速地這樣翻開一下 然後我就發現 不對喔 怎麼那樣照片 感覺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打開之後是一個 若其就是靠在那個延遲上 然後一個很sexy 那種比基尼的那種照片 但是我就隱約覺得 那背後藍色的天空 不像是我從小到大生長的台灣 我就說你這個照片 是在哪裡拍的 還滿好看的 一開始使出我的讚美法 然後他就說 他那時候就中過兒計 他就說沒有 這就是那個隨手拍 然後那時候我也一樣 不懂愛情的模樣 比較容易吃醋 我就說 如果這是那個 你之前的歷任 男朋友或者是什麼東西 幫你拍的的話 那就把它換掉就好 沒事 還咬死說 沒有這是在台灣 某一個海邊 然後我就這樣打開 然後就開始默默的 端詳那樣照片 然後端詳端詳 然後若其有一次 就出去上班 然後我就開始把每個角落 拉大拉大 好無聊 好可憐喔 對這個藍我怎麼看都不對勁 好死不死 旁邊有一個小羊傘 羊傘底下有兩個夫妻這樣子 翹著腳這樣子 坐在海邊 已經切掉那個太太的一半 一個男生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看 他的T恤上面 是一件白T 這邊黑黑的 這邊紅紅的 下面一行字 然後我就又拉大拉大拉大 下面那一行方方的 可是那個拉大拉大 已經是完全沒有啦 整個已經裂了 然後我隱約又聽到我岳母 我說過以前曾經追求若其 有一任男朋友是家境很好的 然後若其曾經有去夏威夷 Happy過 就是待過一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直接這個 叮 聯想起來 這個T恤不就是到各大景點 都有可能買得到一件 I love Hawaii的T恤 後來我就上網搜尋那個T恤 然後把T恤放大 然後兩個東西拉拉拉拉 好煩喔 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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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T恤也 那個字也已經Hookie 然後我把I love Hawaii 拉到Hookie 兩個Hookie的樣子 一模一樣 然後我那天 我就幫他重新設定桌面 把I love Hawaii這個東西 直接變成他的桌面 他一打開 你好無聊喔 你真的好無聊喔 我們都笑了 然後他怎麼都笑了 他白口莫辯 白口莫辯 他說那我要換嗎 我說沒有 等一下我就把它刪掉就好 以後不要再騙我 他說好不要騙我 但是我後來也才解讀出來 除了這邊的那個兩個 一對夫婦不是穿I love Hawaii嗎 我那時候覺得這個東西取景很奇怪 明明若其是這樣 然後背後天空又很藍 怎麼旁邊有一大堆那種少女 感覺像在打太極 我想那個太極到底是什麼 後來I love Hawaii一解開之後 原來他們在跳草巡舞 他們擺出這個 其實那是草巡舞的那個聯動 I gotcha 他可以用這麼多的心思 在抓另外一個人 代表他也會用同樣的心思 在掩蓋自己做的事 真的 通常是這樣 請誠實以報來 沒有啦 沒有應該什麼事 接下來就是 你眼睛小歸小 我還是看到我要看 你的帽子裡面到底藏了什麼東西 沒事啦 沒事 應該是歌子吧 是鈴鐺 對 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前女友嘛 然後那時候要去廈門錄影工作 小哲 你知道那個節目 你也有去過廈門那個節目嗎 然後那次他就說 你來的話我又不能陪你 他說沒有關係 我是在酒店等你嘛 然後我就覺得說很煩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跟他在一起有一陣子了 然後就每天已經溺在一起了 然後我現在出國工作幾天 好不容易可以放風風你知道嗎 你又要跟 然後呢 大陸很好玩 下班就是大家要去吃個鍋 按個腳什麼的 對 然後要喝一杯嘛 對不對 然後重點不光是這個 還有另外就是 我那時候一個好兄弟 他在廣州的W Hotel 當了總經理 然後呢 他說他聽說 你要去廈門啊 他說那不然你廈門工作結束之後 你來廣州找我玩這樣子 我還在台北的時候他跟我講說 有這個事情 但是呢 他就說但還不確定 還沒有確定我 晚一點再跟你Double check 那我就知道有這個事情 但是我也沒有講 然後我就說 反正你就不要來 我過錢就回來就來 然後他就好吧 那他就不跟了嗎 OK 後來我到了廈門之後呢 馬上我兄弟就跟我check 就是說 你可以來廣州玩喔 我幫你訂機票 處理好了 我讓你住W Hotel總統套房 我就心裡想 這麼好的機會跟好兄弟趴 可以讓女朋友跟 對啊 然後在總統套房半趴 對 又有KTV 樓下又直接是自己的游泳池 你知道我那房間多大 廈門工作結束了 然後呢 我就飛到廣州了 那那個時候呢 就剛好有別的一些台灣藝人 就同場的 那他們就已經回到台北了 那他們就有Po已經check in 就說回到台北了 廈門工作順利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他就傳簡訊給我 他說他們那個怎麼有人先回來 你怎麼還沒回來 我說喔 那個這邊的節目還希望我多錄一點 我要再多待幾天這樣子 然後就給他糊弄過去 結果後來那個 我那個兄弟 他就說我們要辦派對 因為剛好那個W Hotel 他們有自己一個Night Club 他說要辦派對 然後要Promote這個地方 那希望我到時候能夠上台 那個DJ台幫他放個音樂 然後就是說 你知道嗎 做個秀這樣子 後來我有Po我也先把 我那個女朋友先封鎖掉 你知道嗎 你只要Po耶 真的耶 因為你要Po 你就要及時 然後你就是要幫他Promote嘛 然後想說先把他Block掉 他看不到 我就覺得已經天衣無縫了 No problem了 那結果呢 好死不死 我上台 那台下有很多觀眾 那一定就有人會拍嘛 你知道嗎 然後就下台 然後一看手機 哇賽 一堆Miss Call 然後一堆簡訊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在廈門嗎 為什麼你在廣州W Hotel 我剛看到那個誰誰誰的那個 IG動態 你在台上那邊很High什麼什麼的 就直接 還好沒老妹 還好不是那個 老妹的那個KG 對啊 氣的 不知道那你怎麼跟他講 我後來就 那個 對 臨時Florian 就我那個兄弟 我說臨時找我 就說要來 好好站台一下 有工作 你後面講什麼 就已經都沒有信任了 對 他就已經很氣 結果後來我回到台灣 就已經根本要鬧分手了 不過超精明的 佑南姐 你也會出錯 我有一天拍戲 收工回到家之後 大概已經快兩點 但我隔天早班是五點 所以我四點多就要起來 所以我到家之後 很早就趕快睡 我的鬧鐘是四點二十 我四點四十一定要出門 不然我通告會來不及 所以我要起床去廁所換洗的時候 我就發現 天啊 怎麼會有人到我的廁所 用我的廁所在那卸妝 假睫毛丟在那裡 太囂張了 太過分了 是在幹嘛 親門答案 對啊 在戲 沒有 我二話不說 我燈也沒開 我就直接衝出去 就把我兒子叫起來 我說哥哥你起來 我兒子 媽媽怎麼了 我說你個過來 我就是把他拖拖到我房間廁所 我說 你第一不是懷疑你老公喔 沒有人那麼笨 如果是老公 不可能那麼笨 怎麼會帶回來家裡 我兒子就很冤枉的說 媽媽我真的沒有 我說那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我嗓門就大了 我老公也醒了 我女兒也醒了 兒子好可憐喔 半夜睡覺被媽媽吵醒 對啊 不是你這太離譜了吧 你帶女孩子來 還在我房間的廁所 弄這些東西 然後還不處理掉 就丟在洗臉台上 後來我女兒就說 媽媽你看一下那個假睫毛 我說怎樣 你又黏在那裡 她說你看一下那個毛 是不是跟你那一盒的都同一款 我突然有點 你女朋友還拿我的 你不帶 然後她說 你看那個卸妝紙還丟在那裡 那口紅 是不是你的口紅 我一看顏色很像 然後我就看著我兒子 我兒子就說 我就沒有女朋友 你會一直說我帶女生回家 你回到還往他上口上灑 好可憐喔 我就一直看我兒子 我只說就不要再看 我真的沒有女朋友 後來我兒子就說 我有 我也不敢帶回來 你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相信你一致 相信你一致 雖然證據有人都是會說話 但是揪錯證據也是 不要亂以神以鬼 是尷尬 我最後抓到是她老公 沒有 抓鬼招式還有哪一些厲害的招式 我們來問一下又雲 好啦 最後排名上 抓鬼招式最厲害的 其實就是他們的第六感 沒錯 第一名就是 從驗身動作就可以發現 對方不對勁 這占了29.2% 好 有網友就分享說 男友每次說謊的時候 都會下意識地拿手機出來滑一下 所以只要看到她滑手機 就知道她心裡有鬼 那也有網友很無奈地表示說 自己每一次看手機 然後有時候看來 笑了一下之後 女友就會懷疑自己 在跟女生聊天 但明明就只是看一些 迷音梗圖而已 好 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很悲情的故事 就是有網友想要 給自己的另一半製造驚喜 可能是有點藏得不太好 結果另一半就懷疑她偷吃 最後驚喜就只好泡湯提前告知 我覺得女生的第六感 真的很恐怖 那男生有第六感嗎 像我前男友他的第六感 真的準到一個爆炸 會不會是妳太好了 因為有一次我要去 跟朋友要去出去 因為就是晚上12點超過 他不讓我出門 要慶生 因為朋友慶生也想說不能不去 我男朋友就覺得半夜太 就是出去太危險了 而且又跟一些五次殺人出去 他就跟我說不能出去 一定會擔心 對 他可以跟你去 他就是不想去 那些是他不認識的朋友 不熟的 對 然後他就不讓我去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真的想去跟人家說一聲 生日快樂 然後可能就聊一下就回家 然後我就騙他說那個 我晚上十點就要睡覺了 這太爛了 妳要嘛 妳就說我 在床上準備一下差不多要睡了 然後有說我等一下十點就要睡了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我就想說跟他講一個時間比較好 讓他覺得就是十點我在睡覺 他不會再打電話過來 結果他就是覺得我很奇怪 怎麼十點要睡覺 對 他就從十點之後 就開始狂摳電話 然後我就是出門的時候 就到那邊 就聽到他一分鐘就會打一次電話來 我就會很緊張 就是想說怎麼辦 我要不要回家 但是我就想說要過到十二點 我就硬撐到十二點 就是他一直涼一直涼 然後我就不接 然後就跟我朋友就是十二點 就說完那個生日快樂之後 我就趕快奔回家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又要假裝就是 就趕快把電子啪... 全都關掉 然後把衣服什麼也都脫掉 就是... 好累喔 因為我想要演 就要演全套 我怕他會有什麼 就是又要開視訊還是什麼 他先打電話來 然後我還要假裝就是接一下說 喂 妳是要掛了是不是 很細喔 我就是又有點演不出來 就是剛睡醒的那個聲音 我說喂 我在睡著 還笑張 對 我在睡覺 然後他就聽聲音就覺得 很奇怪 很不像剛睡醒的聲音 他就說寶貝 視訊打開 然後我就想看吧 視訊果然要打開 還好我衣服就是先脫掉了 衣服脫掉了 然後裝眉屑 對啊 我跟你講因為很暗 所以看不太到我就是畫的妝 但是我真的太蠢了 因為就是太緊張回家 然後那時候就戴口罩 然後我口罩就一進門 就先把它拉到下巴這一邊 然後我就趕快啵啵啵上去 然後就睡了 然後我跟他視訊的時候 我忘記下... 口罩還在我的下巴 妳... 對 然後他就說 妳那個下面白白的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沒有... 妳是白白的 對 我說沒有... 衛生紙... 我還不想跟他說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剛剛擦汗可能黏在這裡 我自己都覺得很愚蠢 他就說 妳那個是口罩吧 他就說... 我就說 對 可能剛剛睡覺空氣太乾了 我想說這樣子... 這樣子遮起來我可以比較好睡 然後他這時候就說 我先跟你說 如果你現在跟我承認 你剛剛有出去玩的話 我就會原諒你 然後我一心想 他竟然這樣子講 那好吧 我就說 對 我剛剛出去玩了 這時候不承認都覺得還好 一承認 抓公 我大概兩個月沒辦法出門 有些人的第六感是真的很準 但是有些人可能也是有時候 第六感就失靈 你們應該很常碰到那種 自稱第六感很準來鬧 因為其實蠻多客戶 他在當下那個情境的時候 他譬如說在網路上 爬書一些文章 然後他就把自己帶入到那個情境裡面 然後越看越覺得先生 或者是伴旅遊鬼 那我記得有一個客戶他非常的特別 他就是一個貴婦 然後他先生是一個非常帥的機師 那他告訴我說他先生有外遇 我說先生有外遇 那你發現什麼先生有外遇的跡象 然後先生看他眼神怪怪的 他提到說他先生有搜尋Uber Eats 他先生又不叫外送的 為什麼會叫Uber Eats 然後他說他先生有在Google台東的飯店 就基於這些原因 他覺得他先生好像有外遇 所以他就委託我們做調查 另外他很信一個宗教 那宗教他就稱他們那個叫神尊 他就說神尊跟他講說他先生外遇的對象 是台東某個航空站的女帝琴 然後跟我們的客戶講說 他先生的小三已經懷孕了 就是就給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指示 那我們就一一去調查 那後來我們發現他先生每天的工作 都是兩點一線 就是從家裡到機場 很固定 對 很固定 然後幾乎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說我先生現在好像去婦產科了 我們去等一下先生也沒出現 就像神尊跟他講的 就他已經被他的懷疑把自己弄得 已經弄瘋了 太以身一跪了 還是因為他太信信奉那個神尊了 然後神尊起架 然後就跟他講說去哪裡 所以那也不是第六感 他是信神尊 我覺得那是互相影響 有時候信一些東西真的 不要走火路 真的不能我們信 但不要迷 迷到你看那種走火路 是 今天教大家很多抓鬼的技巧 不是說讓你要一直去懷疑別人 就是當做一個觀察 也不要說自己呆呆就被騙了對不對 就是觀察其他人的一些技巧 他的生活是不是有改變 是不是真的要找阿婆的時候 就是這樣 真的 人與人之間本來 重要的是還是要互相信的 對 所以在這邊也要奉勸大家 遇到問題還是要溝通 對 還是要解決愚昧的這種隱瞞 欺騙不是長久之計 而且只包不住火了 不要再騙人了 對 今天謝謝大家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今晚開戰吧 大女哥 你有聽過一個詞叫做海王 就是說那種渣男 隨隨便便出去 一吊 都可以有一魚吃的魚兒 對 就大海撈魚的意思 對 這個海王我聽過 我聽過 而且我之前還聽一個妹妹跟我講過 她有一次在公車上 就遇到一個男生 對 那男生就屬於海王這一種 就跟她假借說 我悠遊卡沒帶 要跟她借零錢 然後借完零錢以後 還跟她要LINE 說希望我把這個零錢還給你這樣 這個聽起來手法滿出招的 就是借這個要還錢 然後加LINE 妹妹應該沒有上當吧 沒有 但男生還是不服氣 然後就使出殺手箭 然後就跟她講說 你真的長得很像我的前女友 那女生聽得更火的 轉頭就說 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尷尬 所以這魚王的魚池 到底多麼的大 連前女友的長相都不記得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是海王海后的養魚技巧太高超 還是這些年 要有陰船的魚兒太傻太天真 這叫吃要死 吃要死 吃一吃都沒落地雞 你是海浪王嗎 我是海浪王 海浪王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如投友總是以為 我自己是唯一的真愛 你怎麼那麼可愛的暈船員 那麼單純 我這邊都不一樣 我眼睛睛辨識海王海后的劍台 就這個專家團 來 謝謝 有團嗎 應該只有專家一個人 海浪老師也是一個 他也是冤船怎樣 沒有 沒有瞎過怎麼會開智慧呢 是不是 沒有 妳被灑了幾次 大概到 七七四十九千 七七四十九千 差不多 海王就是怎麼樣來的一個詞 來自於抖音啦 一段抖音影片而來的 就是在講說 這個海王可以隨隨便便的 撈到整個魚的一池魚兒 就是這些容易暈船 一池啊 一池啊 一個人就是跟很多人搞曖昧 養許多的備胎 然後讓人家不知不覺的 他就暈船 那既然當然也不能說 只有男生海王 也有海后啊 很多 有 不能只是說我們男生對不對 有...我們今天有公平 也是有海后的 也海后 對 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是這一些海王海后 他們的段位太高超 才會讓我們覺得 怎麼不自覺的就暈船了呢 請舉牌 絕對是 對啊 段位嗎 我覺得有時候也是 設施對身耶 不一定是段位 有時候有一些人 他沒有什麼技巧 他也是就... 就拔得到了 怎麼樣都沒有技巧 你長得帥啊 或是他就有個人魅力特色 有時候有一些男生 坐在那邊 角落都不講話 也是一個魅力 那叫欲情顧重 這我以前最愛 最愛 不是嗎 你們長得憨浩老實的一種 真的... 我跟你講 以前真的是 比如說在一群聚會裡面 然後我就故意坐在旁邊坐 然後也不再講話 就會有女生過來 那就是我那招了 很奇怪耶 師兄啊 我就跟你學著 是啊 可是這一招用在他身上OK 用在柯振東身上OK 用在你跟大飛身上 NO 為什麼 因為你忘記大飛上次來 他就說他也看柯振東這樣 然後他也學他在角落 整個晚上沒有人理他 他OK啦 他那麼帥耶 他不行啦 而且看起來他也很老實 但我以為你是海王耶 沒有 他看起來不老實 他看起來超不老實 不老實 你們是海王嗎 你怎麼會是暈船的魚呢 你們兩個才渣女啦 你們兩個 我以前真的是很無辜啦 我都會被這些 很愛抓魚的女生騙 你到底怎樣暈船 你真的太好了 我配不上你 我跟一個女生 我們是幾乎差不多交往的 狀況之下 對 該做的都做的 然後我就選說 就查一個講出來 表達一個承諾嘛 就確定我們兩個男女們 確定嘛 然後我們兩個人 在房間的時候 我就抓這個時間 很浪漫 你說正在進行的時候嗎 沒有 已經結束了 結束 當然結束了 結束 事後不是要抽個菸嗎 邊抽邊講了 邊抽邊講 抽菸 所以我現在算什麼 我是不是真的配不上你 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 然後她說 寶貝我真的覺得 你對我太好 對 你真的 我這個爛人 我真的配不上你了 我真的很難過 我真的 我受不了了 我這個人 我怎麼配得上你了 是不是那天晚上你表現沒有了 她就開始很難過嘛 然後我想說她怎麼辦 我就開始安慰她 然後 就莫名其妙 那個兩個人交往 確定關係的那個話題 直接跳過 發生好幾次 你們在一起多久的時候 大概兩三個月 也沒有在一起 就是你們兩個見面兩三個月 後來我就發現 她就不想要交往 她就不要我這個人了 但這一句已經算是很老派的 對 這一句怎麼還會暈泥 但很傻的人就會相信呢 所以你真的相信你太好 你真的相信自己太好 我那時候相信 家瑜什麼樣的話 會讓你覺得 我是一個 我看完她的 我覺得我好一點 對 很開心 老天爺讓我跟你相遇 你是我最最最珍惜的 怎麼會打動到我們 這種話 聽起來像台詞 好像在唸背台詞也是一樣 但是你知道 那個人跟我講的時候 他有多真誠 他的眼睛就是 真的就是 死盯著 到底誰會跟你講這句話 說是托阿湯的 一定盯著你看 那陣子 他就是一直只要碰見我的時候 他就是會對我很好 而且每次他的 因為他的眼睛小小 然後就是很會放電 然後又會笑 他一笑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天啊 就好帥喔這樣子 對 然後又講出這種很甜言蜜語的話 然後我就真的就是 很喜歡 那陣子就很喜歡他 然後剛好呢 就是我們有共同朋友 只是那個男生不知道 所以呢就是 有一次我跟我共同朋友出去的時候 我就有跟我共同朋友講說 我最近遇到一個不錯的對象 然後他讓我覺得 我是他的唯一 我是對的人這樣子 那個朋友呢 他就跟我說 蛤 什麼 你不知道他跟誰誰誰在一起過嗎 他講的那個誰誰誰 也是我一個好的女生朋友 只是我並不知道 那個女生朋友 跟這個男生在一起過 那個朋友又跟我講說 他們是不歡而散 這個男生的渣男 他講了這話之後 我就想要繼續追問他 他又不告訴我 他說我不能講別人壞 他不能講 不能講 然後後來我就忍不住 我就去問了那個女生 就是跟他在一起過的女生 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怎麼 對 那女生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一開始就讓我覺得 我是他的唯一 他都跟我說就是 他很珍惜可以跟我相遇老天 他講那些台詞 根本沒有什麼 跟我們一樣的話 然後他說但是他們後來 就那女生被他洗腦斜斜斜 然後就很愛他 很喜歡他 就跟他在一起 他說他們就在一起 然後其實就是發生關係 發生關係之後 那男生就開始 就是要嘛就消失 要嘛就是不回電 然後就是慢慢就把他淡掉了 就弄到了 然後就不理人家 對 後來知道這件事情 又知道說他都是用這種公版處理之後 我就先掰掰了 其實跟家喻滿像的 就這種 對 你是唯一給我家的溫暖的人 是我唯一的依靠 這不是狗狗跟豬狗 對啊 我這個對象呢 他那時候是香港人 他來台灣就是自己開店 所以他就在台灣無依無靠 然後沒什麼朋友 所以只要一講這種 你就覺得說天啊 我這是他唯一的資助 我必須要支持他這樣 可是因為這男生知道 他那時候來台灣之前 其實他有一個交往滿多年的女友 可是因為可能分隔兩立之後 他們就分開了 然後之後他就很常會需要幫忙 所以我都會陪他 或者是告訴他台灣 一些什麼什麼地方啊什麼的 然後也就交往得滿順利的 可是那時候過年的時候呢 男生就回香港之後 就遇到他這個前女友 然後他就覺得說 其實他朋友就講說 你看你去台灣開店 你就這樣拋棄女生這樣子 然後就會掛出這種 父親漢的名字 所以他回來台灣之後 就跟我分手 他就說因為他不想要背負這個名字 可是過了一個月之後呢 他又回來找我了 他就說其實他也是比較喜歡我 可是因為他不想要 被其他的朋友講說 他是父親漢啊 很沒有青梅藝 所以他只好跟這個女生分手 見口吧 對 可是他就 但是他就跟我這樣講 他就說可是因為我跟他 你看我們分隔兩地 我又見不到他 我真的只是想要安撫他 我不想背負這個名而已 拜託你給我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也滿有道理 他跟女生真的不會有來往 所以我就相信了 然後就跟他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他跟其他的合夥人 就在外面租房子 所以我們可能下班之後 我也會去家裡找他什麼的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看我的影子 好像有點奇怪 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男生 他跟別人講說 我跟夏宇威沒有附和 是他自己來貼我 超傻眼的 然後我後來知道之後 我就只好想說 那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這段了 可是我後來就從 其他的同事口中聽到 他後來跟其他外面認識的女生 也是這樣子講 就說我一個香港人 在台灣無依無靠 你就是我的依靠啊什麼的 沒有理我該怎麼辦啊 對啊 那一樣的入住 這個翻譯就是 我是一個外來人 對 就是台灣無依無靠 好帥啊 然後對方一定像這種女孩子 就會有那種母愛 對 母愛噴發 沒錯 對 是不是大部分的女生 都是會有母愛大噴發 這件事 我一定要知道 女生的確喔 當我們看到一個男生 需要被照顧的時候 對 你就會覺得對 捨我騎誰 只有我可以照顧她 沒錯 也會覺得被認同啊 因為她只找我不找她 這件事情 有在生小孩前 跟生小孩後後後的感覺嗎 你說得很好 那個依附的狀態 就是當我們生小孩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的注意力 只會集中在小孩身上 因為一個小孩已經夠煩了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比較不會被外界給吸引 因為小孩就跟我們建立那個依附了 不要被渣男朋友的方法 都是去生小孩 生小孩 也不是這樣子好不好 想請問一下就是說海王海后 難道他們天生就是這麼會甜言蜜語嗎 那我們要怎麼避開這個陷阱 他們並不是天生 那是後天訓練來的 因為你要想 當你跟他一個人在聊天的時候 他順便還在跟其他另外十個人 也在聊 所以你知道嗎 熟能生巧 所以他的技術 訓練 對 所以他的練習量夠高 所以他的聊天的技術都非常好 那基本上他的這種甜言蜜語 我們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讓你覺得 你被欣賞 你就是那個唯一的 特別的 全台灣只有你能依靠 你太好了 配不上你 是不是讓你覺得 這個人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對啊 你就會覺得被認可 你就開始對他有一些好感 那第二個是 被重視 就是他會 虛寒問暖 早上會跟你說早安 然後你身邊的帶你去看醫生 然後 我願意每天早上 也會跟我們說早安 對啊 因為你應該是 安全 對 對 我們說早安的其實不多 所以當有一個人會對我們說早安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很在意我 然後久了之後就發現 他送禮物的時候 他提他準備很多個 你只是其中那個 對 然後第三個是被理解 他們很會聊天 他們很會傾聽 就你說什麼 他都會靜靜地聽 他不會句點你 他會順著你的話說下去 就讓你覺得 他懂我耶 但後來你就發現 他其實跟每個人 沒這個音 對 所以只聽這些甜言蜜語是不夠的 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就是聽其言還不如觀其行 對不對 就是他真的有這麼重視我嗎 然後還是他對我的這些重視 對每個人都一樣 然後像我剛剛聽到各位就是 最後都是朋友那邊才發現 原來這個人有很多的壞記錄 所以我們找工作的時候 雇主不是都要打那個電話 去你的前雇主那邊 確認一下這個人 推薦性 對 要不推薦性 對 要不推薦性 你就打聽一下說 這個人其實風評不佳 可是我們在戀愛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別人講的不一定是真的 或是那是前女兒 那是別人亂講的 對 但其實你就是要相信 這個人風評不佳 他就是風評不佳 所以你要去觀察他的行為 那他這個 他是不是一個中央空調型的人 有些人他就是很溫柔 就是他對每一個人都很溫柔 他對每一個人都很曖昧 不是只有對你 所以你要拉長這個觀察器 然後觀察他的行為 不能只聽他的話 對 我以前也是中央空調型 所以你也是一樣 但我不會跟人家亂來 我只是說對每一個人都很好 我就是有那個 散發出那種 父愛 父愛 還是菲洛蒙 菲洛蒙 加上父愛 所以你以前會一樣的禮物 準備好幾個你知道嗎 倒不會 我客家人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好啦 這個不知道網友有沒有 被海王海后 哪一些釣魚的技巧變過 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 這個代班特派員 長得不輸那個幼雲 好可愛喔 對啊 非常可愛的寶拉 幫我們做一些調查 麻煩寶拉 情報戰大調查 今天由特派員寶拉出集 透過LOWIE AI大數據 蒐集網路聲量與關鍵字 帶大家了解最新趨勢 馬上來看一下 根據這個LOWIE AI大數據 關鍵引擎的調查報告 我們可以知道 海王海澳的釣魚伎倆 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第四名是嘴巴很甜 說得好像沒有你不行一樣 對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說自己還不夠格 遲遲沒有確定關係 這個有44744的網路聲量 那這個網友分享 就有跟賈次丁的經驗蠻像的 他說明明情侶 該做的都做了 但是他就問說 我們有沒有在一起呢 這個時候男生竟然說 我現在賺的錢 還沒有辦法照顧你 我是在為了我們的未來著想 這個時候女生就會覺得 天啊 好甜蜜喔 你是在為我著想耶 可是後來思考一下才發現 根本就是在講幹話 對 那第一名呢 就是時常做或者是說出 聯想或讓人曖昧的動作 或是語句 有65260的網路聲量喔 那這個網友就說啊 放學的時候 學長都會說要載他回家 那一開始覺得說 他是不是對我有好感 但其實後來就發現 他根本就是用這個方法 像Uber司機那樣子 他就可以借機知道大家的地址 然後呢 再繼續那邊創造巧遇 所以對方可能就會暈船說 天啊 我怎麼一直遇到學長 但其實根本就是他計算過的 那這些海王海后四處散播歡樂 散播愛的這些舉動 是不是會讓人不小心 就落入甜蜜的陷阱呢 你以前有跟接送人嗎 常 對 我以前好愛載人家回家 不管男男女女 然後就是父愛 這到底會產生父愛 就是 他那麼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尤其他如果穿得很少 你又會擔心他 對啦 會不會受感冒 對 會 然後會碰到一些壞人或是什麼 對 與其碰到壞人 倒不如你在他 對 接送這事情你們會吃嗎 因為剛剛老師有說嘛 就是不要聽他說什麼 要看他做什麼 所以我經過了甜蜜之後 我就開始成長了 然後呢 我就遇到了一個男生 他呢 會開始對我做些什麼 我覺得很浪漫的事情 譬如說 他每天就是早上 他只要知道我隔天有工作 他就會送早餐來給我 而且呢 有時候還會給我驚喜 就是譬如說 他就沒有特別講說 我要來接你這樣 他就說 你明天是幾點工作啊 然後幾點要出門啊 那大概閒聊一下 我就只說 可能明天十點八點要出門 你知道 我一下樓 他就在樓下樓 然後我覺得天啊 那個驚喜 然後就覺得天啊 好驚喜 好驚喜喔 遇到喜歡的你就覺得是 他很有趣 但如果遇到不喜歡的 你就覺得他是變成男人 很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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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沒有遇過那種接受 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來反我 你知道嗎 但是我因為喜歡那個男生 我就覺得他好棒 然後其實我們就這樣大概交往了三四個月 不算是真的交往 就是算是曖昧這樣子 就是還在觀察期 三四個月 那就跟他假設另一個一樣 三四個月 對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約我出國玩 那時候心想 來了 來了 要頭去哪 出國一定要住同一個房間 那時候我覺得說 要出國 是不是得要先確定 是男女朋友之後 我們再一起出國 可是他遲遲又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那時候也很矜持 我就覺得這種事情 只想要男生先開口 先主動說我才可以順勢打這樣 所以我就沒有說 我就跟他說不好吧 就是我就委婉地拒絕他了 我想說他應該會有下一步行動 但他沒有 他就說好吧 他就有點失落失望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大概兩三天 就是沒有聯絡 我就在兩三天後呢 我就是在朋友 因為我們有共同朋友的FB這樣子 我就突然看到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一個大家的聚餐 然後那個男生也有出席 然後那男生旁邊坐了一個女生 他們非常親密 他們是那種頭靠著頭 靠在一起這樣笑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什麼朋友 為什麼可以這麼親密這樣子 對 可能脖子累了吧 對啊 可能 這樣嗎 看一下 睡一下 搜尋一下 一邊繞枕嘛 繞這一邊 另外一邊繞這一邊 對 剛好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問 我就說 那個我看到誰誰 拍了一張照片 你跟那個女生是什麼關係啊 嗯 她就要講不講 她後來反正就是被我嚕嚕到講 她都說 她是我前女友 然後我們剛複合 蛤 我就想說 她是前女友 兩天三天前 你才跟我說要出國 然後你現在就跟一個女生複合了 好可怕 然後後來其實展短之後 我才發現 就是其實她只是 就那兩三個月時間 就是她跟她女朋友 就是因為吵架 吵到一個 有點像是半分手要分手 但其實是有狗狗笛的那種狀態 我就變成了一個備胎 她就感覺好像就是兩條線 欸如果我答應她 她可能又繼續跟她女朋友糾纏 但是可能跟我試試看 她就是兩邊同時進行 沒有我覺得她跟她女朋友複合 她還是會跟你狗狗笛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也是就之前被甜言蜜語騙過 我也是想說我要看行動 我之後呢 就遇到一個男生 就那時候她就 她跟她都一樣 對 我跟成長們一步一步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發一個線動 就我那時候有二階慢脫走 就有點心悸 然後那男生一看到我這個線動 她就立刻去幫我找關係 然後去幫我安插排隊 然後幫我掛好號 我想說 這個男生對我滿用心的 因為我們其實還認識不久而已 我想說那她滿不錯的 而且她身材還說什麼 那我去接妳 我帶妳去看什麼的 我就想說很棒 很貼心 可是今天那個男生就是 她是來 她不在台灣工作 對 然後她就幾個月後就要回去 可是她表現得太好了 我就想說 那好像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加上旁邊朋友就走在那邊走動 妳是專門吸引台外海南人 對 她是台灣人 她只是在別的地方工作這樣 然後那時候朋友就說 她真的對妳滿好的 而且她眼裡都只有妳 妳要不要趁她現在在台灣的時候 趕快跟她交往這樣 而且當我們交往之後 她很快也帶我回去見家長 我覺得見家長真是大絕招 女生絕對吃這一套的 對 而且因為她之前的女朋友 她交往很久 然後她都沒有帶她經過她父母 所以妳就要認定說 她真的是想要跟我走長久 這認定我才會帶我回去 見家長的那種 所以我就吃她這一套 但我們後來就是因為 新聞出來了 我們就分手了 新聞出來 什麼新聞 有人就到一個男朋友 真的喔 這什麼新聞 妳看妳知道耶 趕快就夠了 什麼新聞 沒有啊 因為她也是滿有名氣 她自己在她的領域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交往的時候 就被狗仔拍到 然後不見公司 我也因為新聞報了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她那天跟我說 她跟兄弟去吃飯 但新聞拍到說 她後來跟女生去夜店 她是 蛤 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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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因為你知道 我剛剛 我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她是誰 因為我沒有在Follow 任何的 我有個朋友的女朋友 是被她搶走的 真的假的 誰啊 你有朋友的女朋友被她搶走 是嗎 我以前後來才知道說 真的像小姐說 好像真的她滿是害的 沒有 她們體力比較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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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發洩啊 對 但是她那時候真的也沒有裡面 因為她還帶我回去見家長什麼的 然後帶著我書寫廠 其實我跟各位女孩們講 見家長真的沒有什麼 沒什麼 因為有時候這個人 可能跟家人的關係很好的時候 她每一個都會帶回去見家人 可是因為她的爸爸是那種軍人 你知道就是那種 不准她犯錯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的爸爸是軍人 真的沒有差 像我後來我也跟我兒子講 盡量不要帶回來 因為她之前有交一個女朋友 就是常常都會帶回來 然後沒事 就是可能都會在家裡住 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後後來分開 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 好像我失去 你放感情 對 因為我沒有女兒嘛 對 對爸爸媽媽來說就是 反正感情很好 就是朋友而已 就是朋友啊 現在見家長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各位 沒有什麼傳統的 現在父母親其實他們也很開放啊 對啊 他們年輕的時候搞不好也是這樣過來的 他們可能一天也好 接見好幾個也是這樣 對啊 而且兩位海王海后的招數 其實也都不算什麼 賈斯汀要講一講她遇到的海后 我們其實很多共同朋友嘛 然後我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啊 或是喝酒啦 然後我就像大紐哥一樣 我在旁邊聽 安靜啊 不講什麼話 這個女生 哇 眼睛會說話 眼睛會講話 眼睛會說話 很會說話 然後 是罵你髒話嗎 沒有啦 他們在聊的時候 她就會在我對面 她是這樣 放電 放電 就放電嘛 勾你這樣 然後她就 這樣不是要約你去哪裡嗎 對啊 所以我跟你一樣 我有點看不懂嘛 所以她就用手機 傳個訊息給我 她說我們去旁 你們有通 你們早就認識了是不是 早就認識了 我們大家都認識嘛 都是好朋友 然後她就用手機密 我說我們去旁邊的吧台 去點個酒 我說好啊 那我們兩個偷偷摸摸地離開嘛 沒有人發現 然後我們在那邊喝喝喝 也聊了一下嘛 然後她就說 那等一下 我們要不要續摸 我說續摸 這我們兩個嗎 她說對啊 去哪 去哪 你們要去哪 好啊 她說我們再去 目前聽起來 這是你心存歹念 真的啊 我都很開心啊 然後我說 好啊 那我們去另外一個酒吧喝嘛 我說好啊 那我們分開走 這樣他們不會 比較好 兩個好有經驗 我說好 那你先 然後她先離開 然後我就等了差不多五分鐘 我也離開 然後我們在那個 酒吧的巷子相遇了 半夜很浪漫 然後去哪 對 有點刺激感 有點刺激啦 對 沒有很難 去了喝酒嘛 然後我說 那我送你回家 到你家的樓下 然後她說好啊 我說那我要不要陪你上去 她說 我想 但是 下一次 下一次我去你家 下一次搞不好就沒機會見面啊 我就是這麼講啦 對啊 後來她真的有來我家 對 這麼快 對 一個禮拜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她沒有讓我上去她家嗎 為什麼 因為有人 後來朋友跟我講 就問我那群朋友說 她腳亡了 還有一個男朋友 在家裡 在家裡 在樓上睡覺 我的天啊 我在樓下跟她結吻 而且上一張還跟她睡覺 我差海豪 對 你渣男耶 接吻那感情 什麼 小海豪 小海豪 在裡面 小海豪 裡面渣女 我有另外一個更 很精采的故事 又有啊 同一個嗎 同一個人嗎 不同 不同 而且更誇張 因為她 有跟我另外一個男生朋友 非常好 她就是 也是香港的 一個香港女生 我們就是在網路上聊天 認識嘛 然後說 我要來台灣玩 我說 台灣喔 OK好可以啊 那我們 你來的時候我們就見個面 她說好可以可以 然後來我們就 就吃個飯啊 喝一點東西啊 然後 反正我覺得也很有好感啊 然後這個女生對我也很有興趣啊 可能偶爾有一點 那叫什麼 手毛 毛手毛 手毛 手毛過腸 對 那是我 那是腿毛 反正就是感覺 這個感覺很好 OK 應該是OK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你晚上要幹嘛 她說我晚上有約我一個 在台灣的姐妹 我們要出去玩 所以男生可能不方便 我說OK好 OK沒有問題 下午我就去找賀少侠 我問她說 你晚上要不要我們一起出去吃個飯 她說我晚上不行 我說怎麼了 她說 我有約一個從香港來的女生 寧我去酒吧 我說想那麼巧 屁啦 我看照片 真的就是那個女生 真的就是那個女生 好壞喔 好壞喔 所以只能說 你們這些型人在台灣 已經闖出名號了 對啊 這個女生非常清楚 我們兩個是好兄弟 因為我PO了什麼照片 也都會有她 我們現實動態 也都會有她 然後 她想要一箭雙丟 對啊 對 她差一點成功喔 我跟你講 後來我跟少侠 就講出來說 好 那我們跟她聊一下 少侠就密她說 那今天晚上你要 然後你也要帶你的女生朋友 那我 我也帶一個男生朋友 然後她說 你要帶一個男生朋友 是可以 但是你要帶誰 她怕帶你 對 我跟你講 她多誇張耶 那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把我的錢包拿出來 就是一個皮卡丘神奇寶貝 她就說不要 約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 她就說什麼算是奇奇怪怪的 她說比如說 比如說可能喜歡神奇寶貝啊 還不敢講名 有夠明顯 太明顯了吧 有夠明顯 不回 不回 她怎麼回 她還是跟她出去啊 但我們就是 怎麼講比較好聽啊 你們有戳破她這個謊言嗎 對啊 沒有啊 所以你之後跟她還有在約嗎 對啊 那後來她有跟少侠在一起 沒有 我們只有約那一天 少侠只有約那個晚上 但是 反正那個女生很亂 少侠還是去了 去復約了 我叫她去啊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 海王遇見海后的故事 其實海王海后釣魚 肯定也是看對象的啦 他們也不是每一個都釣吧 那要請阿里斯老師來幫我們測一下 到底可能是哪一些特質 我們會引來這一些海王海后呢 如果在你眼前還是遇到了海王海后呢 你的傻魚特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請來賓還有觀眾朋友呢 用你的直覺挑選這樣 一 二 三 四 來 請作答 請舉牌 好 答案 好 答案 二 四 團隊選三耶 四 要先看一好了 先看一喔 先看一 來 如果觀眾朋友 你跳到第一張的話呢 你的傻魚指數呢 有六十分 所以什麼樣的一個特質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天使啊 像呢在懸崖還是要跳 這個叫做浪漫體質 無可救藥 你真的是我最珍惜的人 我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 表現脆弱過 對 這一種話都會讓你覺得 哇塞 你如此特別 所以說你頭髮亂了 他就是會 浪漫的 對 然後吃飯或喝咖啡 然後幫你擦焦嘴 不知意的 你牙齒有東西 對 好了 這個真的很討厭 所以要注意一點 要小心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張 現場也是沒有 來看到這一個 是一個天使 有 北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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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北漆 來看看 叫做浪漫 很好騙 不好意思 浪漫度單純 我很好騙 這個就是說其實 海浪漫度最喜歡下這什麼 泡沫般的謊言 然後他會表現一副 我好幸福喔 你真的對我非常的照顧 沒有人對我這個樣子 然後對你很不好意思 然後又對你非常的寵愛照顧 這樣子 然後常常會怎麼樣 其實會很常常搞失蹤 他搞失蹤 我在開會 然後我現在還在工作 我在加班 像我就遇過這一種 就是十點以後不接電話的 因為他說他肝不好 對 他在睡覺 然後洗完澡不能出門 因為他對空氣過敏 然後還有跟你說 你等我兩年 我一定回來娶你 結果他跑去跟前女友附和了 對 真的很瞎 那是你會相信 所以他十點過後 就是跟前女友在一起的 對 真的遇過 他十點以後不接電話 然後我就想說 他肝真的很不好 對 覺得十點以後不接電話 真的太怪了 這太扯了 然後久了以後發生 根本就有一個女朋友 交往四五年了 我就覺得自己真傻 真的被急喔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章 第三章今天一章 好多人喔 直數四十 好險 好 我們長大了 對 我們長大了 你們長大了也好 你們長大了 這個叫什麼 沒安全感缺乏陪伴 所以長大了 什麼時候會被海王海后調走呢 就是沒有 就是缺乏陪伴的時候 因為太久 空窗太久 對 覺得寂寞空虛覺得人 然後呢覺得說 這個時候呢 誰 你們會受什麼吸引呢 靈魂伴侶 你覺得全世界就他最懂你了 讓你感覺到說就是 跟他相處好舒服 相處不累 久處不厭 你就被騙了 OK 對 其實他根本就是用官方LINE 在管理這一切 他沒有在你 就是剛剛小燈說的 沒有官方LINE 對 因為他一對多比較快嘛 對不對 好啦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來 最後一張 來… 四十 三個人 完了… 一百二十局 對啊 太可怕了 這張牌其實是LOVE 就是真的就是真愛好的感覺 然後你看就是閃閃 很怕這個天使光 所以他叫做掉在地上 這一張叫做什麼呢 叫做命帶桃花 天生吸引這些海王海后 聽到前面這句就算了嘛 對不對 就承認自己是灑魚就好了 而且反正我們跟專家是同樣的 對 然後這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就算坐在角落也會被調走 你就是會吸引海王海后的目光 對人家真的狼狼狼 配合度很高 所以通常這樣子的人 那種海王海后 如果真的有心要靠近你的時候 你是真的蠻容易上吊的 好啦 一張提供你的 來… 對於心理不妄使我們而已 你也遇過很多海王海后 我覺得我是比較屬於海後型的 你屬於海後型 還是已經看盡人生了 都知道他們要幹嘛 就是人家來找我 我都不會要 我都一定要自己挑選 我覺得海後型的人 會有一種特質 就是一種是他是真的很需要 很多的愛 一種是他就覺得 他永遠都找不到真愛 所以他會一直換… 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你找不到這個 完全適合你的人 但是回歸心理學 那其實是你 所以你才會一直換 因為永遠都找不到 最適合你的 應該不會有百分之百 完全契合的啦 對… 就要去磨合 所以我成為心理師就是因為 我就進入不了婚姻 所以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是再不跟我結婚 我們就分手 所以我就被逼著去 做了兩年的心理諮商 然後才轉行 所以… 是因為這樣才一百二嗎 沒錯 結婚逼著你去做之類 對 我就是因為 被他逼去做心理諮商之後 我才療癒自己 然後我最後才變一個正常人 才進入婚姻 然後成為心理師 原來是這樣子 對 來… 保持人還剩兩名了 麻煩寶拉幫我們公布一下 沒問題 來 我們看到第五名呢 其實第五名就是 常常消失說工作忙 但是問工作內容 卻又打迷糊帳 有4959的網路聲量喔 那第三名呢 是完全不給追蹤任何的社群 就像剛剛說的都沒有在用 好像老人家一樣 那麼就有網友說 跟曖昧的男網友說 可不可以給我你的IG 他就給他一個 看起來追蹤人數也還OK喔 結果過沒多久竟然發現 他的朋友 竟然也跟這個男網友在曖昧 可是他拿到的IG帳號 是另一個帳號 所以這個男網友 他創了好多個IG帳號 陸陸續續找到有三個 是用來騙暈船載的IG帳號 這麼三個耶 好強喔 這些海王海后呢 真的是神秘感滿點 一定要有一堆的秘密嗎 我覺得海王海后 真的是要有非常聰明的腦袋 跟一個管理系統 對 那很累耶 沒錯 他們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解除管理 很累耶 時間管理 在玉林是連對方那種詭異的細節 詭姬 你都完全無感 我跟你講 海王他們的操作 就是會讓你覺得都很合理 沒錯 我跟你講我之前 這也是小時候 因為我現在長大 就是我小時候那是有一次 就是有一段異國戀這樣子 然後我剛好就是放假的時間 我就去國外 哪一國 不是他也是華人 他在國外讀書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 去他念書的地方看他這樣子 然後我在國外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還小嘛 所以我們就是住在媽媽家 他媽媽家的時候 我們是分房睡 然後我睡他房間 他睡客房這樣子 然後呢每天早上呢 他都會起來 他都會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然後他早上叫我起床的時候 他的手都非常冰冷 可是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是 那個國家是冬天 而且那個室內 都是有供暖的 所以照理說 你會非常暖活 你的手就會是熱的這樣 我覺得為什麼你每天早上來 就是連續三四天 你每天早上來都好冰喔 那個手 我就問他說 搞不好他是那種吸血鬼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手這麼冰啊 你剛剛去哪了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在幫我媽做事 因為他們家的有個花園 然後我想說他那麼早 怎麼那麼孝順 去幫媽媽除草啊 弄花什麼的 我覺得哇真的 我找對人這樣子 在我要回國之前呢 我就意外的就是 應該說我 那一段時間我都沒有上網 然後我剛剛回國之前 我想說他回國了 我就打開電腦 我就借他的電腦打開一下 然後就到我的那個部落格去 然後我就發現 有一個女生 他私訊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是誰誰誰的 女朋友 有前女友這樣子 然後他講的這個人呢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人家的那個男生 然後我說天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男生有多愛你 他說呢 在你 在這裡的這段時間呢 每天晚上 他趁你睡覺的時候 都會開兩三個小時的車程來找我 然後趁你起床之前就這樣開回去 對 好累 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 所以為什麼 我只能說你睡得很沉 沒有沒有 你都沒發生 你都沒發生 你睡得太沉了吧 你睡得太沉了吧 你是吃什麼牌子啊 你也要 太沉了 因為你知道我那時候 小時候就很白痴嘛 就是在他房間 有時候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他房間 找他一下或什麼 我都沒有 我就乖乖的 只要待在那個房間 我就真的待到早上 他是真的去睡覺的 然後所以 為什麼他每天早上回來的時候 手都冰冷 因為他就真是趕在我醒子 他是一開車回來 然後就進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所以他的手都是冰冷的 還騙我說 他去看媽媽幫他弄花這樣子 然後我問 為什麼 老師你不要笑 你怎麼會笑的 沒通過 你從眼睛很像 你從眼睛很像 你還沒發生笑 我覺得就是 你笑到要哭耶 老師 老師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要難過 你是想到你過往 你也曾經去國愛 然後被別人來打 後來我們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分開喔 因為我那時候太喜歡他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這件事情 我說我知道你有前女友了 他也跟我說他會處理乾淨 就後來那個 傳訊息格文的女生 真的就過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他就有來跟我說 他要退出了 然後還祝我們幸福之類的喔 然後我想說太好了 那可能真的只是意思個小插曲 我跟他這個男生在一起兩年 其實我跟他後來就是這個男生呢 這兩年內 他後來回來台灣 但回來台灣那開始呢 他更瘋狂了 不只是前女友 就是有一二三四 大概有四五個女生 都是年花而草 所以都是來打電話給我的 所以我後來就 回來又ABC ABT對不對 對 很受歡迎 後來我就真的就是徹底死心 就是因為經歷了太多次 我就拜拜了這樣 李威 因為我之前有交往一個五年的男朋友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火象 太容易吵架就分開 然後其中分開 我們分開半年之後 有一次大概跨年的時候 他就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想說 他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們應該是有譜了吧 然後就想說 他最近也走了蠻近的 應該要復合了 但是他三月要去當兵 他就說 我不想耽誤你時間 什麼什麼的 可是女生就覺得說 不會 我OK 我願意等你 然後就我們那時候 在相處的過程中 有一天我就看到說 天啊 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他就我以前送他皮包 他還有在用 我忘記到他真的是很愛我 一打開 怎麼有一張合照 是一個女的抱著他 我說什麼意思 才發現說 原來他已經有交一個女朋友了 那因為他被我抓包 他就只好跟我坦誠說 對 我真的有交一個女朋友 他說但是呢 因為他跟這女生 這女生是空姐 然後他們兩個其實相處都蠻好的 都沒有任何的吵架 但是他就覺得他還是比較愛我 所以他那種講錯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天啊 揍了我 就是他那個天命之女 他就是之後一選之後 還是發現我最好 想要回來找我 我就覺得OK 但因為又跟上一個 那個香港人很像 他就覺得說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背負 傅希罕的這個名字 那反正我馬上就要去當兵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就讓女生自然而然 來跟他分開 然後確實在當兵之前 女生後來可能也有發現 我們是有理論還怎麼樣 反正有一天我真的有聽到 女生打電話來跟他說分數 我就覺得 那也滿OK的 就真的他們斷得乾乾淨淨淨的 然後像他去當兵 不是有什麼 前面有受訓 新兵訓練 他也會打電話給我 但是在講話講很快 就會掛掉那種 但是在當兵過程中 就會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找不到這個人 但他給我的理由 我都覺得滿合理的 他就說因為我去巡邏 我本來就不能用手機 學長帶我去巡邏 我去站崗 什麼不能用 我就覺得一切都很合理 但一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一個 莫名的電話 應該是不小心按到了 我就聽到電話那一頭 是我男朋友跟一女生在講話 他馬上在運動 我想說什麼意思 他今天不是要上班嗎 怎麼會有這通電話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還打去他那個單位 然後單位就說 他今天沒班 那我想說 可是因為男生 離那個單位是很近 所以他有時候回家睡午覺 我說那應該是回家睡午覺 睡午覺 我就打去他家裡 然後媽媽就說 他今天放假 我才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好像不太對勁 之後我就去蜜他那個 當初那個空姐 就一蜜之後 女生就也很大方 我就說既然你都來蜜我 那我們就把話講開吧 我才知道說原來 他當面這段期間 他跟那個空姐 還是有在一起的 所以你知道他每次很穿梭 打電話給我 然後要掛電話 他就跟我說什麼時間不夠 其實他不是 他就要打給另外一個空姐 然後他就跟我說什麼 我站鋼啊 我找不到什麼 其實他都是去 曹雲陪那個空姐 他好忙喔 可是中間真的講這些理由 你會覺得很合理 因為他真的是在站鋼什麼的 他真的不能接電話 你都覺得一切合情合理 他當兵好閒喔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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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不是那通奇怪的電話 我真的都不會抓到 對 要問一下心理智商之類 就是說像這樣 你其實明明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動作好像怪喔 或是你知道 它就是哪裡不對勁 可是你還是會選擇 相信對方是為什麼 那原因呢 是就是心理學校認知失調 就是你在心中 有兩個矛盾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全身都不舒服 所以你就會說服自己說 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比如說 我覺得這男的很爛 但是我還是很想跟他在一起 這個時候 你就是說服自己說 他那麼爛 我還跟他在一起 表示他一定是我的真愛 我一定超愛他 或者是 你就會幫自己 合理化他這些種種行為 他就是人太好 所以沒辦法跟前面 有切乾淨啊 或者是 他就是真的工作很忙 所以才沒有辦法 接電話 去來接電話 來照顧我 所以幫自己想一些理由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沉默成本 就如果你只跟他在一起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那當然分手很容易 可是我已經付出了好幾年的 五年的青春 我現在放掉 那我這五年算什麼 那這個沉默成本 就會讓我們捨不得放棄 來說怎麼樣破解 這個心理學有發現 我們對自己的覺察能力 是比較弱的 但我們對別人的事情 我們都看得火眼睛睛 對 所以當你有一個想要分手的對象 但是你就是分不了的時候 然後請你把它想像成 他是你閨蜜的男朋友 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會怎麼勸你閨蜜 你會有新的觀點 對 大家都是前面 享受戀愛的同時 還是要多觀察一下 因為發現不對的時候 就要果斷遠離 你要不要傻傻成為 人家的慈重瑜這樣 受傷也是自己 對啊 懂得保護自己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來 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對邊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稱讚 新型態互動式的綜藝節目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喔